望线,招募与君,各死将成,说好的假决烈,下手这么狠,魏无线拖着自己疲累的身躯,骂骂咧咧地将那一道伤口捂得严严实实,这才返回了浮魔洞,旁边试弄着自己药材的温情,见到他这般模样,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哪儿受了伤,魏无线也乖乖让他把了脉,好好的将伤口包扎了。 见魏无线还打算拖着这一副破败的身躯行动,直接一针扎下去,魏无线当时便不得动弹了,见这般状况,魏无线皱着眉头,温情,你这是做什么,快放开我,今日还需下山才买,山上东西不够了,温情坐在一旁,继续收拾自己的药材,头也不抬得回道, 你这样的身子,必须要好好休养,这几日便好好休息,养一下身体,至于买东西,别乱找借口,什么时候买东西,需要你去操心了? 我已经让温桥下山去了,顺便让他带点药材回来,你又不认识药材,去了也白去。 魏无线语色,半赏才冒出一句话,温情,我和江城甲决裂了。 最多明日,估计就会有魏无线被逐出云梦江世,自此,魏无线无论做出什么事,都与云梦江世无关的声明出来了。 温情不解地抬头,魏无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在云梦江世不过一故人之子,云梦江世与你,也不过是收养之恩和受到之恩,收养之恩,你首刃灭江仇人, 也差不多抵得上不到十年的收养之恩了呀。 至于受到,你的一颗金丹,全部修为都还给了云梦江世,现如今你所修鬼道,与云梦江世半点关系皆无,你在江世又无甚职位,又谈和决裂。 魏无线头也不抬,我答应了温夫人的,要好好护着江城的,死也要护着他。 这是于夫人的原话。江叔叔也说,让我多看顾江城来着。 温情生气到口不择言,魏无线,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他云梦江世这般对你,把你当作什么故人之子,便是家仆,也是写了卖身器,不可能死也护着谁的。 除非是关系十分密切,感情十分亲厚的忠仆,才可能以命相报啊。 你作为云梦江世大弟子,竟然不称师父,只叫叔叔。 你知不知道,世家之中,若是没有正经的仪式,你是算不上家中弟子的。 顶多算是一个客居的外人,这些你竟然半点不知。 魏无线茫然地抬起头,啊,我一直都是云梦江世的人啊,从进入江世,就叫江叔叔的。 看着这人这般情况,温情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半赏,这才说到,魏无线。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据我所知,一宗之主要想找一个孩童,就算不在自家所辖地狱,也是可以与其他家族家主直接沟通,请其他家族帮忙寻找的。 不可能找一个孩童,花费五年之久的,家族之间的人情往来,是不会断的。 这种请其他家族帮忙办事,最多也不过是一份厚礼,便可办成。 魏无线的表情,更加可怜了。 温情继续应下心来,魏无线,既然今日话已至此,你就算不爱听,我也要说了。 将晚引此人,心胸狭窄,偏听偏信,况且,你摄日之争中战功之巨,现已功高震主,我敢与你打赌。 今日你二人假决裂,云梦将是放出的公告,定不会如你所言一般。 魏无线面带愤怒,连带着怨气,也开始迎废起来,温情面不改色地,继续对他扎了一针。 你就说赌不赌吧,这样,若是你赢了,以后便由你说了算,你愿种土豆便种土豆,愿建房子便建房子,都听你的。 若是我赢了,以后你便都听我的如何。 魏无线一听这个,瞬间来了精神,好。 一言为定,我赢了你听我的,你赢了我听你的。 温情点点头,傅佑看向一旁阵法中的温宁,我现在也别无所求,只求大家平安就好。 过了大半日,下山采买的温乔回来了,扛着一大堆东西,放下东西后,凑到温情旁边。 面懦着,秦姑娘,温情头也不抬,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吗? 温乔点点头又摇摇头,秦姑娘,我今天在镇上听到了一些消息,是关于魏公子的。 温情点点头,对着扶摸洞喊了一声,魏无线。 快出来,咱们的赌约可以开盘了。 话音刚落,魏无线从洞里蹦出来,这么快就能开盘了。 温情看向温乔,好了,温乔,说说你听到的消息。 要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温乔老师芭蕉的脸,瞬间变得更加的老实了。 秦姑娘,魏公子。 就是我今日下山去镇上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说云梦将士发出公告。 言说魏公子叛逃家族,与众家公然为敌,云梦将士已将其逐出,从此恩断义绝,划清界限。 今后无论此人有何动作,一概与云梦将士无关。 听到这儿,还未带温乔继续说下去,魏无线脸色已经苍白,拳头紧握。 连带着周遭乱葬岗,原本十分安静的怨气,也变得活跃起来。 见他心绪不宁,到了这般境地,温乔被吓得咽下了后面的话,温情却半点也不意外。 淡定地拿出一根银针对着魏无线扎了下去,又对温乔道,继续讲,把山下关于魏无线的所有留言全部讲完。 温乔看看一旁的魏无线,又看向温情,那秦姑娘我接着说了。 就听到云梦将士的这个公告之后,我还专门打听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因为魏公子导致莲花物惨遭灭门, 要不是魏公子涉日之争中以自身战功赎罪,江宗主早就该将魏公子这般邪魔外道逐出僵世。 又言说,魏公子仗势欺人,丧心病狂,在穷其道将活人生生做成傀儡,打杀穷其道数百人。 姑苏兰氏兰宗主亲口言说,魏公子已然心性大便,姑苏兰氏一向雅正持身。 这般评价可见,魏公子其人确实已然心性不同少年之时。 魏无羡的脸色愈发苍白,环顾四周苍凉无比的环境,整个人像是被重新组合了一遍。 看看温情,再看向一脸纠结的温桥。 伴上,这才吐出一口气,看来我是真的要不容于百家了。 脸上泛出一个苦笑,云梦将是煮我出门。 姑苏兰氏断定我已然心性大便,是人皆言我与百家为敌。 这下,我可真的是过街老鼠了。 温情听了温桥的叙述,气急竟笑了起来。 一旁魏无羡带着满面苍白看着他,又看看一脸苍白的魏无羡,实在是不忍心。 魏无羡,虽然这些话说出来有点残酷,但是我总觉得还是要和你讲一讲的。 魏无羡点点头,情姐,你但说无妨,我觉得怎么样的打击我都能承受得了的。 温情叹了口气,其实,云梦将式的血案, 当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比如清和涅饰,当初虽说也是经历了一番苦战,但温室的目的也只是设立监察了。 江婉淫口中所谓的因为你的缘故导致莲花雾灭门惨案,简直是无稽之谈。 当时王灵娇以断你一臂作为借口,实则是逼迫江式服软,在云梦见里监察了。 要深究莲花雾灭门的原因,不过就是因为已过世的江式宗主夫人自己的失误操作。 但凡她当时对着王灵娇服个软,云梦不会落到那般地步,顶多是设立监察了。 所以说,导致莲花雾灭门的,并不是你当时玄武动成英雄,而是于紫渊看不清楚形势,山的王灵娇的那一巴掌所致。 魏无羡整个人愣在原地,老半天这才喃喃自语,原来,竟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吗? 温情恨铁不成钢,废话。 你的身份,说破天了,顶多一个云梦大弟子的身份,外面流传更多的,就是你是江式家仆之子。 但魏无羡,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家仆之子吗? 你父亲早已脱离江市,你母亲乃是豹山散人的弟子,论其身份,跟温若寒可是同辈。 况且,家仆是要有卖身器的,你在江家这些年,见过你父亲的卖身器吗? 魏无羡只能茫然地摇头。 温情见他这副模样,更加恨铁不成钢,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要怎样? 魏无羡叹口气,温情,你让我缓缓。 温情看了他半赏,泄了气,算了,你好好想想吧。 说完便接着出去忙自己的了。 三日后,魏无羡仍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看得温情十分来气。 碾了魏无羡下山采购,魏无羡也乖乖下山了,虽然让买土豆的,竟然买成了萝卜。 回来之后,将萝卜一扔,又跑去浮摩洞自闭着去了。 看着魏无羡这般模样,温情也是十分后悔,早知如此,当时便不说那么透彻了。 虽然自己这么想着,但是脚步却也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浮摩洞内。 看着仍旧自闭的魏无羡,温情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这几日已经将近几年的气都叹完了。 魏无羡,不行的话,你就闭关一阵吧,你每天这样也不是办法。 魏无羡迟钝地点点头,好的。 又想起来,那等我把禁止改一改,免得我闭关的时候,先门百家从我留的那个口子供上来。 说着便要去修改结界。 温情继续叹气,魏无羡,有时候我真的是想撬开你的脑子看一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身体发肤,瘦之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且说,这两句话你哪句做到了? 说着,打发魏无羡收拾结界。 有那功夫伤心无关的人,忘恩负义。 不如好好切开自己的脑壳,想一想你对得起你父母哪一遭。 他俩生你,可不是让你给那云梦江家糟蹋的。 我若是知道自己孩子被人整日鞭打,还侮辱王母,最后还生生剖了自己的金蛋。 我得疼死我自己。 你个不孝子。 魏无羡被温情说得一愣一愣的,在听到父母一段时,突然觉得自己鼻子有点酸,便忙着打断了温情的话。 请姐,那个,我先去改结界了。 温情摇摇头,看着他那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长叹一口气,看向魏无羡,魏无羡,要不,你把这乱葬岗封起来吧,我们就在这乱葬岗上面过日子。 魏无羡愣愣了愣,看着温情,封了乱葬岗。 可那些仙门百家,能让咱们轻易封了这乱葬岗吗? 温情皱眉,是不能随便就封了,得找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魏无羡搓搓下巴,继续看温氏众人,问仙门百家,最害怕什么呢? 温宁十分耿直,他们怕公子对他们动手。 魏无羡责了一声,那除了怕我动手呢? 一手敲着陈晴,除此之外,这乱葬岗,还有没有他们怕的呢? 说着说着,魏无羡和温情都是眼睛一亮,愿起。 当夜,夷灵,乱葬岗,忽然间愿起爆发,眼看着愿起都要蔓延到夷灵城内了。 夷灵城内,更父辈吓得大喊,出事了。 乱葬岗愿起爆发了。 这一嗓子,喊醒了沉睡的夷灵,大家纷纷披衣跑出来查看情况。 不少人已经在收拾戏软,准备逃命,忽然就见乱葬岗上升起一道红光。 紧接着,一道红色的结界升起,将已经四散的怨气挡在了夷灵城外。 众人纷纷停下手脚,半赏,有老者对着乱葬岗方向下跪,谢怡陵老祖,护我等性命。 众人纷纷跟着下跪,口中喊怡陵老祖。 乱葬岗上,温室众人担忧地看着魏无羡,只见魏无羡闭闭着眼睛,发丝无风自动。 伴上,魏无羡睁睁开眼睛,露出笑容,嘿,成了。 一旁的温情也松了口气,这下好了,等等就让阿宁下删帖告示去。 就说乱葬岗怨气突然爆发,你用你那阴虎符坐镇眼设了结界,方才结住了四散的怨气。 魏无羡一拍大腿,如梦方醒,对啊。 情节你真厉害,我怎么没想到哪以虎符坐镇眼镇压怨气呢? 说完便又钻进了浮魔洞,留下一句我去想想。 乱葬岗怨气爆发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仙门百家耳中,听闻在怨气被截住之后, 有人在截界上贴了一张布条,上面是用探笔写的一则消息。 大意是,我是怡灵老祖,咱们都没想到乱葬岗怨气爆发, 这事来得突然,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用鹰虎符坐了镇眼, 设了结界,将怨气拦在乱葬岗山下。 各位谁有解决这问题的办法,随时欢迎来帮忙。 众人哗然,蓝灵金氏,金光扇又先翻了桌案,金光瑶也皱紧了眉头, 金光瑶先一步询问一旁的心腹,确定属实吗? 心腹点点头,宗主,二公子,属下带人前去怡陵查看, 乱葬岗怨气确实爆发,那未无限的结界都快扑到怡陵城边了。 金光扇皱眉,确定它是用鹰虎辐射的阵法。 心腹继续点头,结界范围确实大,非一般人力所能及也。 云梦将是,江城听说了之后见怪不怪, 魏无限就喜欢成英雄。 这回,就看他怎么收场。 又催一旁的弟子,派人去怡陵看看,是不是真的? 孤苏蓝氏,蓝锡陈细细思索了一番,转身派了人去往乱葬岗, 一旁的蓝起人点头,去看看。 要是那魏英真的将鹰虎辅做了阵眼,倒也是好事。 清和涅事,涅槐桑听了这件事,兴奋地在屋里来回蹦跆了好几下, 为兄啊为兄,真有你的。 乱葬岗,随着浮摩洞熟悉的一声爆炸声, 魏无限从洞中逃命似的跑出来。 温室众人已然习以为常,温情甚至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见魏无限跑出来,只淡淡问了一句,成功了。 魏无限十分骄傲,是。 我研究成功了。 以鹰虎辅为阵眼,再设一道阵法,可以镇压怨气。 温情上前,细细把脉,看向魏无限,正好,你抓紧时间不阵, 然后我为你扎几针。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身体,这几日又不行了。 魏无限惨叫一声,却还是乖乖地不阵去了。 仪陵街道上,魏无限手中捏着两个铜板左顾右盼, 虽然一身粗布衣衫,但仍旧难掩一身风华,叹了口气, 温情啊,我看你该叫温抠才对。 哄我下山就算了,太过分了。 时间回到魏无限任劳任怨修补好了结界, 温情在一旁捏着针,魏无限,你检查好啊, 这怨气虽说只是做个样子,但是万一这结界出一道裂缝什么的, 怨气泄漏了,我们也没人会修补, 到时候危急山下百姓便不好了。 魏无限抬头,看向温情,温,温情, 我给,给江城,温情摇摇头,魏无限, 我原本想着,乱葬岗如今这般怨气弥漫, 你又设了结界,等闲人是进不来的, 你也不用在这里陪着我们受苦了, 也不用特意给什么人流露, 你走了,没人来这乱葬岗的。 魏无限瞪起眼睛,温情,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和温宁可是我的恩人, 我怎么能只顾自己不顾你们? 又笑笑,何况,江城早已宣告我与百家为敌, 现在我可是人人喊打,我又能去哪里? 温情细细思索了一下, 魏无限,下山去吧, 去到红尘中,放下修者的身份, 如寻常百姓一般讨生计, 这样走上一遭, 人情世故什么的,全都懂了。 再者,你一走,这乱葬岗也没人能进得来, 我们一族就在这里面避世, 再过些年,等风声过去了, 我们再悄悄地下山, 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 隐姓埋名,聊此残生。 魏无限惊恶地看向温情,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还让我做一名寻常百姓, 我好歹也曾是世家公子榜排行第四的人物。 就我这张脸, 说是寻常百姓, 你问问阿怨信不信? 再者, 现在我在山下人人喊打的名声, 能有什么活迹给我做呢? 温情越想越觉得对, 对, 就这样办。 看看浮摸洞前那一壶的荷花, 怎么就没有活迹了? 你会写字吧? 百姓之中, 最简单的, 就是在街边这个摊子, 帮一些不识字的人写一封家书, 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实在不行, 你不是做过乞丐吗? 我听说乞丐也不错, 山下乞丐们还有帮派, 你这般侠肝义胆, 在乞丐帮派里面混个长老, 应当不是什么难事。 又看了看魏无限的脸, 况且, 山下百姓皆知一灵老祖魏无限, 谁知道魏无限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就换个名字, 嗯, 就叫莫玄宇吧。 魏无限, 为什么要叫莫玄宇? 温情摇摇头, 之前族里有人出去行医, 说遇到一家人, 家中女儿有孕了, 也不知道是对方是谁, 就只留给那小姐一枚珍珠扣, 那小姐给自己孩子取名墨玄宇, 正好那孩子顶多也就比阿怨大一点, 便借一下那孩子的名字给你了。 听闻此言, 魏无限愣了愣, 温情啊, 你说这个桥段, 我怎么好像听过呢? 温情翻了个白眼, 你再想想, 那位脸方尊, 魏无限大惊失色, 温情, 你让我用金光善儿子的名字, 还是私生子? 温情十分不以为然, 拿过魏无限手边的陈情和随便, 扔了一个破烂的钱袋, 行了, 人家小娃娃也还没嫌弃自己的名字, 被大魔头借用, 扔给魏无限几包药, 好了, 下山去吧, 记住, 找份工, 多看多听多做事, 少睡少吃, 少管闲事, 魏无限就这样被踢出了乱葬岗, 身上除了一身粗不依偿, 几文钱和几包药之外, 再无他物, 就连陈情, 也被温情留在乱葬岗, 做阿怨的玩具, 临出发前, 温情压着魏无限, 将乱葬岗上面的禁制, 全部重新更改了一遍, 只留了一个温室众人得以进出的口子, 用来每月下山才买, 温情说得十分有理, 虽说你一走, 这乱葬岗也没人能进得来, 但是我们毕竟无法自己自足, 你的药也是要按时吃的, 隔断时间, 我会跟阿宁来找你, 别以为出去了, 就不用吃药了, 手中捏着两枚铜钱, 魏无限愁地仿若要升天, 常言道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 如今是两文钱愁死魏公子, 看看当空烈日, 再看周围, 众人都忙着为自己的生计奔波, 魏无限摇摇头, 继续往前走, 路过卖包子的摊子, 远想着买两个包子, 摸摸自己口袋里的铜板, 最终忍痛买了两个馒头上路, 魏无限现如今也是一头雾水, 真真不知自己应当以何谋生, 在江市虽然并无阅历钱财, 但好歹也算是不愁吃喝, 后来上了乱葬岗, 银钱也是不用自己操心的, 从未像现在这般, 还没吃饭就已经再愁下一顿吃什么, 似乎又回到了九岁之前的流浪生活, 魏无限捏着半个馒头蹲在街头发愁时, 正好看到一群人一窝蜂地往前面一处地方跑去, 转转眼睛, 魏无限拦住了一个跑得比较慢的, 这位兄台, 敢问, 大家跑这么急, 是有什么事吗? 那人被拦住, 眼看着大部队已经跑到前面了, 再看魏无限一身衣着, 哎呀, 是前头招工呢, 听说一天最少也能得五六枚铜板, 还管一顿饭, 魏无限眼睛一亮, 那我也可以去吗? 对方上下打量一番魏无限, 吃笑一声, 就你这小身板子, 你知道前面干啥吗? 扛大包, 一个大包就得上百斤重, 跑前头那几位, 一次能抗五个, 就你, 看你这一脸煞白, 大病出狱的, 就算你过去, 公投也不会要你的, 拍拍魏无限的肩膀, 小伙, 看你气质, 应该是个读书人, 找个铺子做账房, 开个私塾做先生, 再不济, 你这个摊子带写家书, 哪样不比扛大包轻松? 魏无限转转眼睛, 敢问大哥, 这几样哪样来钱快啊? 那人见前面已经有人往回走, 也不急着往前走了, 好吧, 看来这次又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份, 又看看魏无限, 这个嘛, 说句实话,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干啥都难, 魏无限挠头, 呃, 其实我也会一些竖法, 除碎什么的也是可以试试的, 谁知对方笑得十分爽朗, 嗨, 除碎什么的, 我们这儿有仪陵老祖啊, 有老祖他老人家在, 哪里会有不长眼的邪碎, 跑到这里来, 魏无限张大嘴巴, 啊, 可是, 不是说仪陵老祖, 叛离云梦江市, 与百家为敌了吗? 对方一摆手, 仪陵老祖, 不是早就, 叛离了云梦江市, 那些仙门世家的事, 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又没有多大关系, 反正我觉得仪陵老祖挺好, 他来了仪陵, 我们仪陵百姓都跟着受贿, 不说别的, 就前些日子乱葬岗怨气爆发, 是老祖用自己的法器作证演设了结界, 保住了仪陵百姓, 光凭这一点, 大家都感激他, 魏无限笑笑, 又问了一句, 可是, 不是说仪陵老祖无恶不作, 大家都害怕他吗? 我刚刚还听到一位大娘, 拿仪陵老祖吓唬他家孩子, 那位大叔摇摇头, 大家惧怕他, 和感激他, 并不冲突, 你别笑, 我们这儿有的人家, 还偷偷贴了仪陵老祖画像祭拜呢, 魏无限被最后, 一句话给尴尬的老半天没能回话, 对方也不惊奇, 指了指一间酒楼, 那家这几日正在招伙计, 你可以去试试, 听说一个月能有半两银的月钱, 还包吃, 魏无限文言连忙道谢, 谢谢大哥, 我去试试看, 酒楼里, 魏无限站在掌柜的面前, 游着对方打量自己, 以前做过伙计吗? 魏无限摇摇头, 没做过, 掌柜的也摇头, 知道做伙计要干哪些活吗? 魏无限继续摇头, 十分老实, 那掌柜的叹口气, 那你说说, 这酒楼之中, 你能干什么? 魏无限这边正绞尽脑汁, 想自己在酒楼能做什么? 姑苏蓝氏, 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默默地拿了避尘出门, 正好碰上笑咪咪的蓝溪尘, 旺姬, 欲往何处去? 蓝忘机恭敬地行了一礼, 兄长, 弟子来报, 辖下清风阵, 有邪碎出没, 兄长事物繁忙, 旺姬前往除碎, 蓝溪尘仍旧是笑得温和, 听阿瑶说, 乱葬岗节间密布, 还望旺姬此番除碎完毕, 再往怡陵探查一番, 毕竟怨气爆发一事, 事关重大, 蓝忘机睁大了眼睛, 看着自家兄长, 蓝溪尘点点头, 蓝忘机回过神来, 对着蓝溪尘行了一礼, 兄长, 忘机记住了, 经过一番严苛的询问, 魏无羡成功成为了一名后厨的切顿, 是的, 魏无羡绞尽脑汁, 最终靠着自己的这些年功底, 魏掌柜地骗了一只烤鸭, 成功地入了大师傅的眼, 进入后厨第一件事, 大师傅便让魏无羡切了十斤大葱, 可怜西年公子榜第四, 当年风神俊朗, 流汗不流泪, 剖单都能一声不吭的遗灵老祖, 如今在酒楼后厨对着大葱泪流满面, 一旁的大师傅捏起魏无羡拿着切出的葱丝, 满一地点点头, 又指了指一旁的菜篮, 那边的五花肉, 切成指头大小的方块, 土豆削皮也切成与肉同等大小的块, 还有, 把鱼也处理了, 去鳞, 去掉腹中长度, 快点啊, 刚刚前面来催, 有客人点了, 魏无羡看着那个装满鱼比温情在山上洗衣盆还大的盆子, 叹口气, 看向大厨, 大师傅, 咱这酒楼生意这么火爆吗? 一旁烧火地抬起头, 也不是, 之前生意也淡淡的, 这不是咱们仪陵来了个仪陵老祖, 听说是因为这位老祖修什么邪门外道, 被那些仙门百家给赶到了乱葬岗上, 还有仙门弟子在仪陵驻守, 连带着咱们这地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魏无羡扯了扯嘴角, 那你们不怕吗? 那位老祖修的可是鬼道, 正在起锅烧油的大师傅, 头也不回, 嘿, 你小子一看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前几年摄日之争, 那位仪陵老祖可是大功臣, 没有他, 谁知道那摄日之争还得多久, 不过是才过了这一段的安稳日子, 就忘了这日子究竟是谁给的了, 就连那烧火的小伙计也在一旁帮腔, 小莫可别乱说, 老祖在遗陵, 那是咱们遗陵人的福气, 不然, 你以为就凭那些仙门子弟, 会在意咱们这样的人的死活, 就凭老祖上次怨气爆发的时候, 护住了遗陵人, 我就站老祖这边, 魏无羡笑得十分开怀, 小李啊, 你还真是胆子大, 前面那么多仙门子弟, 你在这儿说你站遗陵老祖这边, 真不怕人家听到, 把你当成遗陵老祖同党给处决了, 小伙计理直气壮地回他, 小莫你想多了吧, 况且, 这是在遗陵, 遗陵老祖的地盘, 哪个仙门子弟敢随便动手, 老祖不得活劈了他, 魏无羡撇嘴, 遗陵老祖躲在乱葬岗上, 哪里知道遗陵城里的事情啊, 小伙计十分天真, 听说老祖修鬼道, 万一我要被人杀了, 就变成鬼去找老祖伸冤, 一旁的大师傅听不下去, 行了, 咱们平头百姓, 少谈论这些仙家的事, 又指挥魏无羡和小伙计, 小莫, 你去把那边的酸菜切了, 小礼, 火烧大典, 就这样, 谁也不知道, 摄日之争中, 陈情一曲白骨生花的遗陵老祖, 如今, 在一家小小的后厨, 坐着一名切蹲, 魏无羡窝在酒楼做了切蹲, 一个月拿半两银子, 吃的都在酒楼解决, 住的地方, 则是租了一处大杂院的一个厢房, 院子离酒楼不近, 每日需走上两刻钟, 一个月过去, 魏无羡顺利地拿到了半两银子不说, 还长了一点肉, 等温情带着温宁下山来找他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风流不羁的公子榜第四位人物, 如今一身粗布衫, 一问魏无羡找到的活迹, 竟然是切蹲, 见魏无羡竟然长胖了几分, 再一把脉, 原本破败的身体也有所好转, 顿时又开心起来, 我再开个方子给你, 你好好吃药, 魏无羡点点头, 又问温情, 这段时间乱葬岗, 有什么事吗? 温情点点头又摇摇头, 没什么事, 就是仙门百家都派人来查探结界, 还有人想要解开结界, 却都被反弹了回去, 魏无羡点点头, 嗯, 不过这结界只能拦住仙门百家一时, 咱们还得再寻出路, 温情也点头, 好, 我回去跟大家商量一下, 忽然又想起什么, 吞吞吐吐, 魏无羡察觉到她的犹豫, 看向她, 还有什么大事吗? 温情犹豫了一下, 前些日子, 顾苏兰是韩光君来了一趟, 云梦将士也派人来了一回, 魏无羡无所谓地点点头, 哦, 知道了, 温情仔细打量魏无羡, 魏无羡, 我听说, 云梦将士要和蓝灵金士联姻了, 魏无羡愣了一下, 点点头, 这事, 我前些时日也听说了, 说句实话, 我不怎么看好, 金光善一心想要用云梦将士牵制我, 金子轩和施和江小姐, 也不怎么相配, 温情看看魏无羡, 行啊, 这一个月不见, 怎么脑子里面进的谁少了这么多, 魏无羡低头, 酒楼忙的时候, 我也偶尔出去帮忙传菜, 听得多了, 也就明白了一些事情, 而且, 你不是给我说过了吗? 温情叹口气, 也好, 反正不管怎么说, 你都已经被云梦将士逐出, 最好不要再多管闲事, 毕竟, 你只是个外人了, 魏无羡捏着手中的药包, 沉默了, 半嗓, 才闷出一句, 我从来都是外人, 温宁懵懵懂懂地站在一旁, 看魏无羡情绪不高, 也不敢说话, 倒是魏无羡回过神来, 指着自己身前的东西, 前几天我发了月银, 买了点东西, 温宁帮请姐扛回去, 等了等又说, 记住, 不管街街外面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管, 有事我会派女鬼回去的, 回到酒楼, 魏无羡从后门进去的时候, 眼角余光突然捕捉到一个蓝色身影, 魏无羡不自觉地皱起了眉, 口中嘀咕, 这么经不住念叨吗? 明明只是提起了一次啊, 一旁的大师傅见魏无羡回来, 口中还念念叨叨, 奇怪地问了一句, 小莫, 你念叨什么呢? 魏无羡笑笑, 没啥, 刘楚你也知道, 我之前年少气盛, 混过几年的江湖, 这不, 刚刚出去, 看见一个人, 有点像是之前的一个仇家, 烧火的伙计也从灶台上探出头, 小莫啊, 你是不是就像前面说书的说的一样, 江湖闯荡快意恩仇, 然后又遭遇了一些事情, 心灰意冷, 从此退隐江湖, 魏无羡扑哧笑出声, 梅流神一刀切在了手指上, 眼看半块指甲都要掉了, 一旁的大厨连忙使唤旁边洗菜削皮的伙计, 大庄啊, 快, 带他去医馆包扎一下, 魏无羡半点不及, 慢悠悠地将手指用水洗了洗, 然后扯了一道礼衣, 将受伤的手指包了起来, 刘楚, 没事, 小伤而已, 怡陵街头, 义子一人盛气凌人, 来来回回在街上转了好多遍, 却也不见那人买东西, 从午时开始, 这人便在街上转悠, 转了大概有半个时辰, 便满脸不耐烦, 伸手招来另一个穿紫色衣服的, 在这里盯着, 魏无羡出来, 即刻来报, 说罢, 便扬长而去, 而此时, 被找的魏无羡正跟着后厨众人走进一处宅子, 刘楚, 咱们这是去干嘛, 刘大厨直指宅子排扁, 这是咱一铃有名的父户, 楚家, 这位楚老爷明天便是六十整寿, 楚家公子孝顺, 请咱们去做一桌席面, 魏无羡瞪大眼睛, 那刘楚你去做就行啊, 干嘛带我们? 刘大厨拍了拍魏无羡的头, 臭小子, 我是大厨, 你们是帮工, 又叮嘱道, 进去之后一定要守规矩, 就只跟着我在后厨, 不要乱跑, 人家府里是有女眷的, 避免冲撞女眷, 魏无羡再次瞪大眼睛, 十分好奇地看向大厨, 啊, 素不相识, 确实需要避嫌, 刘大厨十分嫌弃地看了魏无羡一眼, 小莫, 你是不是真的像小李想的那样, 被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养大, 看魏无羡一脸不理解, 又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 学堂里的小娃娃都在念啊, 男女七岁不同席, 哪怕是亲生姊妹, 作为男子也要避讳的呀, 魏无羡张大嘴巴, 嫩嫩地来了一句, 怪不得那时候挨了那么多鞭子, 楚家才大气粗, 厨房比酒楼的后厨还要大上几分, 魏无羡嘖嘖几声, 一旁的小李笑笑, 开口道, 怎么样, 阔气吧, 魏无羡点点头, 表示自己十分认同他的言语, 小李又将头探出灶台, 你不知道啊, 这楚家, 跟蓝陵金市有点曲里拐弯的关系, 蓝陵金市那么大市家, 听说宗主都要做仙督了, 随便手指头缝里露出点东西, 都能养活十个楚家了吧, 魏无羡一听这话, 笑了笑, 不是还没定下来, 小李十分理直气壮, 那蓝陵金市有钱不说, 那位脸方尊, 听说可是乏温的手工, 又和姑苏蓝市宗主则吾君, 清和涅市宗主赤丰尊结拜, 几大市家中就只剩云梦江市, 但最近不是说蓝陵金市要和云梦江市联姻, 你看, 这几大市家都被蓝陵金市笼络了, 这仙督之位啊, 妥妥的是蓝陵金市的了, 魏无羡被这一席话说的停下了切菜的手, 若有所思, 楚家人才大气粗, 楚老爷寿宴大摆了三天的流水席, 云梦江市派人在宜林转了三天, 死活没能偶遇, 魏无羡一处简陋的院中, 江彦离一身黑色斗篷, 看向自家弟弟的眼神带着几分交集, 阿诚还是没能找到阿县吗? 江城一袭紫衣, 手上的紫电闪着电光, 呵斥一旁的弟子, 一群废物, 魏无县不出现, 就想办法引他出现啊, 那乱葬岗的结界, 弄坏一处, 我就不信他魏无县不出来补救, 势力一旁的弟子面露南色, 宗主, 那结界, 我们是真的束手无策, 都说是宜林老祖用鹰虎符做镇眼所设, 实在找不到破绽之处, 又带着几分试探道, 要不, 宗主, 试一试, 江城瞪大眼睛, 欲要呵斥一番, 却被江燕黎按住了手臂, 这几日你们也辛苦了, 放心, 宗主等等会去查探一番的, 弟子乖乖退出了小院, 江城看向江燕黎, 阿姐,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 最迟明日, 你得回莲花物代价了, 江燕黎咬了咬牙, 看向江城, 阿城, 我与你一起, 去乱葬岗找阿县, 说着便提起手边的石河, 你与阿县虽是假决裂, 但你发了公告, 为了咱们的情谊, 总归是要安抚一下阿县的, 江城甩了甩子电, 就为吴县那没心没肺的样, 还需要什么安抚, 要我说, 阿姐你都多余给他带脸藕排骨汤, 江燕黎笑得十分温婉, 阿城, 都是做宗主的人了, 大方一点吧, 江城别别扭扭地点点头, 好吧, 听阿姐的, 乱葬岗结界前, 江城示意江燕黎退后, 紫电直接甩向结界, 却没想到, 一道紫电下去, 结界没有半点反应, 江城睁大眼睛, 蓄足力气, 朝着结界甩出了第二边, 没想到, 那结界竟然突然间将江城的攻击反弹给了对方, 这一道攻击直接让江城整个人摔在地上, 甚至波及到了一旁的江燕黎, 那一身黑色斗篷被掀起来, 露出身上大红色嫁衣, 手中的石和被摔在地上, 精心准备的汤早已凉透, 倾倒在地上, 江燕黎却顾不上这些, 扑上前去抱住江城, 阿城, 阿城你怎么样? 又招呼弟子, 来人, 快, 咱们回莲花屋, 等魏无羡跟着大厨忙完楚家的言席, 再出现在怡陵街头时, 云梦江市众人, 早已抬着自家重伤的宗主遇见回了云梦, 走在街上还听到有人议论, 竟然有女子身着嫁衣跑来找男子, 真是不知廉耻, 魏无羡听了一耳朵, 不解地看向身旁的小伙伴, 小李啊, 不就是穿着嫁衣找人, 怎么就不知廉耻了? 小李满脸不可思议, 小莫, 这你都不知道吗? 女子的嫁衣, 那可是一辈子就穿一回, 定然是要在成婚当日穿出来的, 如果穿着嫁衣去见外男, 规矩严一些的地方, 那是要被进猪笼沉堂的, 就算是在开明的家族, 这样的女子也是要受家法的, 就算勉强保住了性命, 到时候也是直接绞了头发送到寺庙, 毕竟连累的可是整个家族的女子名声, 至于那外男, 估计也是性命难保, 魏无羡眼皮子一跳, 不知为何身后密密麻麻渗出了一层汗珠, 好了, 小李小莫, 先门之事, 咱们平民百姓少打听, 也少议论, 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刘楚制止了两人的闲聊, 接下来的几天, 魏无羡一直在琢磨自己听到的这件事, 直到小李神秘兮兮地拉着她跑去听书, 各位都知道, 前些十日, 咱们仪陵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有一位身着嫁衣的女子跑来仪陵见外男, 台下众人纷纷嘘她, 这是谁不知, 说点大家不知道的, 那说书人摆出一副为难模样, 这可不能说啊, 不然小老儿性命难保, 徐老, 你何时这般胆小了, 你们是不知道, 那女子是何人, 要是知道了, 肯定也恨不得自己没听过, 有人拿了几个铜板砸在台上, 行了, 快说吧, 要是你真的有性命之威, 那我们护你上乱葬岗, 请求仪陵老祖庇佑, 那说书人确实有言不尽, 好了, 这是一件新奇事, 但是小老儿也在此奉劝大家, 莫要太过刨根问底, 今日, 我便为大家接着之前的说上一段, 话说, 魏无羡捏着茶杯喝了一口, 兴致勃勃地听了一段, 注意力又被旁边桌上人的闲谈吸引了过, 这小老头向来胆大, 怎么这件事却仿佛嘴上被汗了锁一般, 我倒是听说过一点, 你以为那女子是何人, 其实是云梦江市大小姐, 哦, 难怪这老头不敢说, 那位江宗主确实是不好惹, 不止, 你知道那位大小姐来找谁吗? 谁啊, 就乱葬岗上那位呗, 还能有谁, 听说还是弟弟亲自陪姐姐来的呢, 这, 不是说没见到, 对啊, 那位大小姐想要抱子通吃, 奈何人家不上道啊, 这不就偷鸡不成十把米, 魏无羡愣在原地, 端着茶杯又开始琢磨, 小李见他又愣住, 拉住他就要往后出走, 好了, 这惠子也要忙了, 快走吧, 不然刘楚得提刀出来, 感人了, 魏无羡十分顺从地被拉走, 带到魏无羡做完工, 刚刚出了酒楼后门, 便被一个蓝色身影拦住, 魏英, 魏无羡抬头, 便见一张七双赛雪的面容, 额头上是记得工整的抹额, 蓝, 蓝, 啊, 是韩光君啊,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乎, 蓝忘机细细打量魏无羡, 一身粗不一扇, 手边也不见陈情和随便, 身上还隐约能闻到一股油烟味, 但是笑容却是比之前更多了, 看起来也是开朗了许多, 这才温和的开口, 无恙, 倒是你, 近来如何? 魏无羡笑笑, 也不停脚, 就边走边聊, 最近还不错, 找了份工, 能养活自己, 蓝忘机恩了一声, 也陪着魏无羡一起走, 两人一路无话, 气氛浊实有几分尴尬, 魏无羡只得抢找话题, 嗯, 蓝战, 你来仪陵, 是有什么事吗? 蓝忘机言简一概, 叶烈, 路过, 魏无羡吃笑一声, 韩光君, 是不是少说了一句, 茶探乱葬岗结界? 蓝忘机面上闪过一丝慌乱, 魏英, 你误会了, 魏无羡停下脚步, 看向蓝忘机, 蓝战啊, 咱们好歹也是一起通过窗, 一起受过伤, 一起打过仗, 对彼此也是有几分了解, 不如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蓝忘机皱眉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也毫不客气地瞪他, 劳烦韩光君回去告诉泽无君, 让他那好三弟父子安稳一点, 真想要因虎福, 也行, 只要他们有本事上乱葬岗, 蓝忘机稍稍思考了一番魏无羡的话语, 顿时睁大眼睛, 魏英, 我兄长, 和蓝灵金氏, 并无, 魏无羡摆摆摆手, 好了, 韩光君既然已经探查完毕, 那边速速回去吧, 至于我呢, 韩光君就全当没见过好了, 说着便迈开脚步, 蓝忘机伸手拦住魏无羡, 魏英, 你住哪里, 魏无羡摆摆手, 韩光君, 再见, 也不再理会蓝忘机, 倒是蓝忘机, 一步一步跟着魏无羡, 到了大杂院的小厢房, 魏无羡先推门进屋, 蓝忘机紧随其后, 见蓝忘机跟着进来, 魏无羡刚想要赶他出去, 就见蓝忘机先开口, 魏英, 我, 钱花完了, 能不能, 能不能请你, 收留我一晚, 黑暗中, 魏无羡并没有看到蓝忘机耳朵的那一抹暗红, 听到蓝忘机说自己没钱, 请求自己收留时, 魏无羡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顾苏蓝是韩光君, 跟我说你没钱, 你觉得我信吗? 蓝忘机掏出自己的钱袋, 递给魏无羡, 魏无羡接过, 打开一看, 还真是空空如也, 顿时, 魏无羡自己也愣住了, 挠挠头, 恶, 蓝战, 你要, 实在, 没地方可去, 不嫌弃的话, 就跟我挤挤吧, 魏无羡睁开眼睛就发觉不对, 悄悄地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把匕首, 正要出窍之时, 一转头看到蓝忘机的脸, 这才回想起来, 自己昨天晚上, 竟然收留了大名鼎鼎的韩光君, 还委屈人家跟自己挤在这小床上, 魏无羡默默地爬起来, 披上衣服, 又挠了挠头, 见蓝忘机睁了眼睛, 连忙道, 蓝战啊, 真是委屈你了, 这样吧, 我请你去吃小馄饨, 就当是赔罪, 蓝忘机站起来, 方方正正地穿好了外衣, 还叠了被子, 下了床十分有礼貌地问魏无羡, 魏英, 在哪里洗漱? 魏无羡愣了愣, 指了指地上的一个木盆, 那, 那, 就见蓝忘机十分自然地走过去, 看了看木盆, 又看魏无羡, 魏英, 没水, 魏无羡回过神来, 呕了一声, 又指指放在门后的一个大缸, 看得出来, 那个缸, 算得上这个屋子里值钱的东西, 蓝忘机走过去, 拿起盖子上的水瓢, 揭开盖子, 咬了水到进盆里, 十分自然地蹲在地上洗了脸, 又捏着一块手帕擦脸, 魏无羡看看自己随便扔地上的洗脸盆, 又看看一身上等织紧的蓝忘机, 感觉自己真的是罪孽深重, 倒是蓝忘机, 洗了脸又十分自然地跟魏无羡说要漱口, 魏无羡只能捂着脸将自己的漱口背给他, 等到两人都洗漱完毕, 魏无羡带着蓝忘机出门, 并十分细致地锁了门, 还设了一道小小的阵法, 这才拉着蓝忘机去了最近发现的一处馄饨摊子, 蓝湛, 今天我请你, 这家阿婆做的馄饨特别好吃, 你快尝尝, 蓝忘机咬了一颗馄饨, 慢慢放进嘴里, 魏无羡见他吃了, 以询问的目光看向对方, 蓝忘机将口中食物全部嚼碎下咽, 对着魏无羡点头, 味道很好, 魏无羡几口跑完了碗里的馄饨, 站起来, 蓝湛, 你慢慢吃, 我得去上宫了, 又不放心地嘱咐他, 吃完了就早点回云身, 蓝忘机捏着勺子, 看着魏无羡跑远的身影, 愣了许久, 这才低下头几口, 将那碗并不怎么适口的馄饨吃完, 在得知魏无羡已经付了钱之后, 捏着壁尘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九楼后厨, 魏无羡急匆匆地拿起菜刀, 蹲蹲蹲蹲地切了一大堆菜, 这才呼出一口气, 坐在小板凳上, 一旁的小李边烧火边跟魏无羡闲聊, 小莫呀, 你平时都到得挺早的, 皆是睡过头了, 魏无羡挠挠头, 哈哈, 昨天晚上跟有人叙旧来着, 小李十分稀奇地看他, 你的友人, 是不是之前你行走江湖时, 结交的英雄好汉, 像说书的说的那样, 一顿能吃至少两斤酱牛肉, 喝三坛烈酒的那种, 魏无羡符额, 小李呀, 你也老大不小了, 平日里少听点说书, 多出去走走, 找个媳妇才是正道啊, 又想想小李的话, 笑了出来, 不过确实要让你失望了, 我这位友人, 可谓是君子如玉, 雅正端方, 而且, 他家书香是家, 是吃素的, 还敬酒, 想了一下蓝忘机, 一身姑苏蓝氏笑服, 捏着碧尘拍到桌子上, 十分粗犷地对着酒楼小二来上一句, 要一盘酱牛肉, 再要三斤烧酒, 快着点, 魏无羡敲敲自己的脑袋, 又使劲甩了甩头, 才把自己刚刚想象的那个画面, 给甩出了脑海, 一灵乱葬岗多了一层结界, 直接导致一灵城那个客栈酒楼营业额暴涨, 这涨势在一个月之后, 才慢慢和缓下来, 随着自己在后厨需要切的菜量慢慢回落, 魏无羡就猜到, 前段时间各世家派来探查结界的人差不多都回去了, 默默松了口气, 挑了一日休息, 买了一大堆东西往乱葬岗上去了, 当然, 是趁着夜里无人之时回去了, 深夜, 魏无羡随便打了个呼哨, 招来几只鬼妹在前面帮自己拉车, 白天魏无羡来来回回买了一大车东西, 让他自己拉又嫌费力气, 便仗着半夜无人之时招了鬼帮自己拉车, 乱葬岗上, 半夜起夜的温乔看到这一幕鬼拉车, 刚刚尿了一半, 剩下的被硬生生地吓回去了, 阿的一声, 惊醒了乱葬岗上的温室众人, 睡梦中的阿怨也被吓醒, 哭了起来, 温晴披了衣服, 皱着梅提了油灯走出来, 温乔, 怎么回事? 温乔手指颤抖, 声音也颤抖, 晴, 晴姑娘, 四, 四, 四叔, 你们看啊, 那辆车, 没人拉, 还, 还走那么快。 说到后面, 一个大男人, 竟然声音带上了几分哭腔, 温室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茫茫夜色中, 一辆车嘎吱嘎吱地在山道上行走, 车上白色的布袋若隐若现, 眼看着那嘎吱嘎吱声离温室所在越来越近, 温晴是以温宁上前, 阿宁, 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又安抚众人, 没事, 有阿宁在, 等闲邪碎, 奈何不了他。 温室众人就看到, 温宁拿着灯,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刚刚走到那车跟前,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咦, 温宁, 这么晚了, 还没休息啊。 温室众人就听到温宁憨憨地回道, 公, 公子, 是温乔, 被这车给吓得大叫, 把大家都吵醒了。 魏无羡被这手溜溜答答地走过去, 打声呼哨, 几个拉车的鬼魅瞬间消散, 魏无羡拍拍温宁的肩膀, 正好, 你来了, 那就帮忙, 把这车拉过去吧。 温宁将手中的灯递给魏无羡, 老老实实地在前面拉起车来, 带走到温室众人跟前, 魏无羡还是被吓了一跳, 紧接着慢慢伸出一只手, 大家, 大家都, 都出来了呀。 嘿嘿, 我回来了。 温四叔和温婆婆, 看着魏无羡活泼的样子, 再看一旁温情的脸, 打了个哈欠, 好了, 是魏公子回来了, 不是什么大事, 都回去睡吧。 又晃晃, 抱在怀里的哀怨, 公子好不容易回来, 睡一晚再下山吧。 温情叹口气, 瞪了一眼魏无羡, 好了, 早点睡,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 风和日丽, 魏无羡双手放在脑后, 从浮沫洞夺不出来, 就见温室众人围在昨天夜里, 他拉上来的车周边, 温乔, 就这一辆车, 至于把你吓得半夜大叫吗? 魏无羡正要开口, 就听一个声音道, 哼, 就一辆车, 你可知道魏公子用什么东西拉车, 而且那半夜三更的, 再加上车子嘎吱嘎吱的声音, 你听到你也喊。 听到这儿, 魏无羡咳了两声, 温室众人纷纷看向他, 魏公子。 魏无羡走上前, 指挥温室众人上前卸了车, 边卸边说, 我在山下找了份工, 干得还不错, 就给大家弄了些东西上来, 执执几个袋子, 买了点种子, 这是土豆的, 这是白菜, 这是麦子。 建温室众人还看它, 又执执另外几个袋子, 那些是衣服, 我银钱不多, 就在卖旧衣的摊子上买的。 大家别嫌弃, 穿之前洗洗, 熏一下, 又拿了几本书籍, 这些是给阿怨的, 阿怨的年纪, 该准备开盟了。 温室众人悄然无声, 温婆婆和几位女子, 已经在抹眼泪, 温室男子也是热泪盈眶, 温情用力憋住泪水, 魏无羡, 你, 莫不是把银钱都花光了? 魏无羡摸了摸头, 没事, 下个月会发月钱的。 又摸摸阿怨的头, 我这些日子, 在山下也看了, 仙门百家也慢慢散了, 再过些十日, 等仙门百家再松懈一些, 我们就可以慢慢准备下山了。 至于下山去哪里, 你们商量一下。 又顿了顿, 总不能让阿怨一辈子 就在这乱葬岗自封了。 温婆婆已经给魏无羡跪下了, 魏公子, 谢谢您。 以后您就是我们家主, 您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温情也抹了一把眼泪, 魏无羡, 多谢你。 不过, 你也得给你自己留点银两。 万一你在山下有点什么事, 我们又帮不上什么忙。 魏无羡摆摆摆手, 好, 我会记得的。 温情指使温室众人将东西分类整理放好之后, 转而看向魏无羡, 来, 我给你把把脉, 看你身体怎么样。 魏无羡乖乖地将胳膊伸了过去, 温情细细把脉, 半天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放你下山。 我是真的做对了, 又拿出银针, 最近是不是碰凉水比较多? 魏无羡点点头, 啊, 差不多吧。 十分无所谓地啃着一个温婆婆递过来的野果, 又不是坐月子的女人, 有什么不能碰凉水的? 温情横眉竖眼瞪她, 是, 你不是坐月子的女人, 就你这颇身体, 还不如坐月子的女人呢。 最起码, 人家只是损伤元气, 可没怨气入体。 说着, 便对着魏无羡扎了好几针。 魏无羡回乱葬岗两天, 被温情按着扎了两回, 第三日便忙不迭地跑下山去了。 温情拟了新方子, 塞进她怀里, 好好吃药, 不然下回扎得更狠。 魏无羡连连点头, 记住了, 记住了, 我一定好好吃药。 魏无羡在乱葬岗混了几日, 期间因为将阿苑埋在土里, 被温情拿着银针扇上山下追了好几圈, 逗得阿苑坐在土里咯咯直笑。 温情健壮, 将阿苑从土里拉出来, 拍拍她衣服上面的图, 看向一旁无所事事的魏无羡, 魏无羡, 你还是赶快下山去吧。 一旁的温室众人也纷纷赶她下山, 对啊, 公子下山去吧。 这山上待着也无聊吧, 好不容易有几日休息时间, 去听听书逛逛街什么的。 一直待在这里多闷啊。 于是, 魏无羡怀里揣着温情新开的药方, 又趁着月黑风高之时, 哼着歌诗诗然下了山。 第二日, 魏无羡面前放着一壶酒, 饶有兴趣地, 听坐在台上的说书人闲聊。 嘿, 听说了吗? 蓝灵金氏和云梦江氏前些十日联姻了。 听说了, 蓝灵金氏广发情茧, 毕竟是少宗主大婚, 娶的还是大事家嫡女, 肯定是要大扮的。 不是说那位江小姐私自穿了嫁衣往仪陵来见外男。 这样的媳妇, 蓝灵金氏也敢要。 你也是傻, 人家穿嫁衣, 见的可是仪陵老祖, 况且, 当年那位仪陵老祖可是叫江小姐师姐的。 要你是蓝灵金氏, 就娶一个婚前失德的女子, 但是娶了她, 有可能拥有有仪陵老祖的助力, 还能联合起另一大世家, 获得更大的利益。 你愿不愿意? 可那位金少宗主, 娶回去可是要朝夕相对的, 不会觉得心里隔应吗? 你想什么呢? 那可是蓝灵金氏, 那么有钱的大世家, 娶回去找一个偏僻的院子塞进去就好了。 你以为是你家呀, 就那么几间房? 还朝夕相对, 我听我在蓝灵的亲戚说的, 那金少宗主新婚夜都是在书房过的, 连新娘的盖头都没去借。 嘖嘖, 新婚夜就这样, 那江姑娘以后的日子, 可不好过啊。 魏无羡听到金子轩在新婚夜, 竟然连江燕离的盖头都没有掀, 顿时拳头就握了起来, 一时间只想冲去蓝灵奏金子轩一顿, 好好地为江燕离出这一口恶气, 却被一旁的艺人的话语给震了下来, 嗨,这些是用得着你操心啊。 人家这儿巴精一母同胞的弟弟都没说什么呢。 这句话让魏无羡瞬间冷静下来, 愣了一会, 拿起酒壶猛灌了一口, 这才继续听一旁的人闲聊, 不过这江宗主也是, 自家姐姐被这般对待, 竟然也无动作。 呵呵, 怎么没有行动? 那位江宗主得知消息的第二日, 便提着紫电与三毒往金灵台去了, 但奈何那位江小姐婚前这嫁衣见外男的消息, 传得处处皆是, 本就是江氏女师得在先。 这事啊, 云梦江氏本就理亏, 再加上金灵台还有一位能说会道的脸方尊, 那位江宗主连剑都没拔出来, 就被脸方尊几句话劝回了。 啊, 好歹也是一宗之主, 就这么, 回去了, 半点没给他姐姐撑撑腰, 毕竟年轻, 缺乏经验啊。 我倒是听说过, 前些年那位夷陵老祖还没被逐出云梦江市的时候, 遇上这种事, 都是那位夷陵老祖打头阵的。 不仅如此, 就连云梦江市重建, 也都是靠着那位夷陵老祖的战功。 既然那位夷陵老祖那么能干, 干嘛还逐他出云梦江市啊? 呵呵, 不过就是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尽, 梁宫藏。 听着这些言语, 魏无羡便是心下, 想要找理由反驳, 却是半个词都找不到, 最终只能闷了一口酒。 呵呵, 要我是江宗主, 有个这么厉害的人在旁边, 我也担心自己的宗主之位会坐不稳。 哈哈,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就是这位江宗主, 有点操之过急罢了。 估计也是前些年被压制得很了。 明明是少宗主, 上面还硬生生压了个家仆之子, 站着大师兄的名头。 听到这里, 魏无羡又默默回顾了自己这些年来和江城的相处状况, 最终叹口气, 承认这些人说的话不无道理。 好在台子上的说书人, 及时阻止了众人的讨论。 嗨嗨, 人家大世家的事, 咱们也不好说太多。 最近咱们仪陵出了件怪事, 你们听说了没? 什么事啊? 我知道, 是打更地说的, 说是前几日半夜听到乱葬岗上传来声音, 十分惊恐地喊着什么车没人拉自己再走, 也确实听到了车轮嘎吱嘎吱的声音。 不仅如此, 据说昨日半夜又有事发生了, 半夜又有人哼小曲, 哼的还是前朝流行的调子, 又不是什么大事, 别忘了乱葬岗上还有仪陵老祖坐镇, 有老祖在, 怕什么。 魏无羡挠挠搏梗, 悄悄地捏起桌上的酒壶, 带着几分懊恼离开了那调子, 他听自己手下的女鬼哼过几次, 觉得调子好听, 也就跟着学了, 谁知道那是前朝的调子啊。 好吗? 堂堂怡灵老祖, 因为哼小曲被打成斜碎。 金江联姻的热度已经过了近一月, 据传金灵台新曲进的那位金小夫人已经传出了喜讯。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魏无羡振满头大汗的舵鸡, 一旁的大厨还在指点, 这块有点大了。 再切一刀。 听到这个消息, 魏无羡下意识扬起了眉, 一旁嘴快一步的小李已经问出了他的疑问, 不是说, 那位金少宗主新婚夜连房都没进。 不过, 那位金小夫人也算是苦尽甘来, 有孩子傍身, 总归有了依靠。 魏无羡头也不抬, 抹一把额头上的汗, 继续挥五菜刀剁肉。 一旁进来传菜的小二甩了甩肩上的布金。 嗨, 你们不知道, 我刚才听说书的说了, 说是金灵台伺候的人们传出来的消息, 那位金小夫人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此言一出, 小李兴致勃勃的脸瞬间僵了起来。 啊, 不是一个月前才办了婚礼。 传菜的小二眉飞色舞, 是啊, 我听说, 有人怀疑, 这位金小夫人腹中的孩子, 是乱葬岗上那位仪灵老祖的呢? 魏无羡原本挥得虎虎生威的菜刀, 忽然就不灵活了, 一刀砍下来了一大块, 不带一旁的大厨皱眉, 魏无羡连忙给那块肉补了一刀, 这才看向一旁八卦的两人。 不是, 这话从何说起呢? 那仪灵老祖带着温氏残步上乱葬岗, 已经快一年了, 云梦江市通告魏无羡判出也四五个月, 怎么又出来这种传言了? 我听到的说法啊, 是这样的, 这位金小夫人和仪灵老祖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长大的, 想当年听学时, 仪灵老祖还和如今的金少宗主因为这位金小夫人打了一架, 仪灵老祖还因此中断了听学, 魏无羡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菜刀, 拿起抹布擦了擦剁肉的蹲子, 咽了咽口水, 我听过的可靠消息是, 众人八卦的眼神瞬间转向他, 魏无羡捏捏手中的抹布, 当年仪灵老祖和惊恐金少宗主打架, 其实是因为, 金少宗主当年听学时, 当众对如今的金小夫人平头品足, 言语间透露出不屑, 魏无羡作为师弟, 为了维护自家师姐的名誉和脸面, 这才对着金少宗主出手, 一旁的大厨摇摇头, 说实话, 这时, 老祖所为确实欠缺考虑, 难怪现在, 这蓝灵金氏少夫人, 未婚先孕都能与老祖扯上关系, 又转向一众八卦的年轻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魏无羡本能地摇了摇头, 怡灵老祖做错在何处? 大厨边颠锅边回答, 如果我没猜错, 当年听学, 金少宗主出言不逊之时, 那位少夫人的亲弟, 如今的江宗主也是在场的吧? 魏无羡愣愣地点点头, 是的, 大厨将锅中的菜盛出, 转身看向己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 人家亲弟都没动手, 你一个师弟而已, 抢先出手, 适合道理, 况且, 师弟, 归根结底, 终究是外人, 比不得亲生血缘, 现在这般流言, 也是因此, 魏无羡忽然就愣在原地, 他想了很多, 从自己当初刚到莲花屋将燕离的那一碗汤, 到后来莲花屋遭温室屠戮, 再到后来的绝裂, 一旁的大厨拍拍他肩膀, 怎么, 看着怡灵老祖这般形状, 你也误伤其类, 又安慰他, 没事, 你现在不是也离开了吗? 咱们这活迹, 虽然转头不大, 比不上你之前, 但也不赖吧, 魏无羡眨眨眨眼, 用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的日子, 确实是我这么多年来过得最为舒心的一段时日了, 一旁的小李好奇的江头伸到魏无羡面前, 小莫, 难不成你之前不是行走江湖的大侠, 而是富贵人家的养子, 魏无羡摇摇头, 我不是养子, 严格来说, 我爹原来是那家的家仆, 后来成家后便离开了那家, 之后我爹和我娘因故去世, 那家老家主便收我做了大弟子, 后来那家因为一些事被对手中创, 我努力扶持老家主的儿子做了家主, 便离开了, 小李看他的眼神顿时带上了几分怜悯, 啊, 那你离开的时候, 新家主没有挽留, 也没有送你一些钱财什么吗? 魏无羡张着嘴点点头, 整个后厨顿时震惊了, 小莫, 你扶持新家主上位, 那位新家主没对你有什么封赏吗? 比如, 让你做管事什么的? 魏无羡茫然地摇头, 小李叹口气, 拍拍魏无羡的肩膀, 你也是不容易, 不过已经离开了那儿, 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一旁的小庄也配合地安慰他, 没事小莫, 那种东家确实应该早点离开的, 就算是签了死气的家仆, 立了功也是能得赏钱的, 何况小莫你可是扶持他坐稳了家主之位, 就没半点感谢吗? 一旁的大厨又要出一盘菜, 这你就不懂了吧? 听小莫说, 他在那家的时候, 可是大弟子, 让那家家主真正的儿子该如何自处, 要知道, 便是一母同生, 还有先后, 有看重, 有偏爱, 况且小莫一去就做了大弟子, 得老家主悉心教导, 那家的小少爷心里该不舒服了, 长此以往, 南宝心下生怨, 又踮起了锅, 而且小莫说了, 他父亲曾为那家家仆, 要知道, 那些高门世家, 向来是一日为仆, 世世代代皆为仆, 在那位小少爷眼中, 你一个家仆, 平白无故得了家主看重, 甚至比正经少爷还爱重几分, 那小少爷便是嘴上不说, 心中定然是计了账的, 否则也不会在做了家主之后, 急着将小莫排挤出门了, 魏无羡的眼神依旧迷茫, 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一旁的大厨又补了一句, 小莫呀, 你小子是有几分运到在身上的, 若非那老家主早亡, 如今这位年纪尚小, 还没有练出氧气功夫, 这不, 一上位便露出了马脚, 让你逃了, 不然啊, 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魏无羡, 别说你这辈子了, 就是你的子孙后代, 估计也要被困在那个地方生生世世了, 一旁的小李已经目瞪口呆, 愣愣地说了一句, 啊, 啊, 竟然, 这么可怕吗? 大厨也是面不改色, 是啊, 那些是家里, 藏屋纳垢的, 什么肮脏手段使不出, 只有你们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放下手中的大勺, 那大世家呀, 能不进去就不去, 散修的日子虽然稍显艰难, 但毕竟自在, 魏无羡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又看向大厨, 那, 刘厨, 蓝龄金氏这次这件事, 会怎么解决? 大厨看向魏无羡, 十分不以为然地开口, 啊, 不过就是未婚先孕罢了, 大世家都有燕鸣血脉的方式的, 等那孩子出生便知晓了, 魏无羡恍然大悟, 一颗心忽然就定下来, 安安静静地继续切菜, 云深不知处, 金光瑶有一次, 站在姑苏兰氏山门前, 弟子十分恭敬地向他行礼, 脸方尊来了, 先生已在雅士等候, 脸方尊尽管去便好, 金光瑶艰难一笑, 二哥, 还为闭关结束吗? 弟子十分恭敬有礼, 因着宗主闭关有感, 所以特意延长了时间, 金光瑶笑得十分善解人意, 好的, 多谢了, 蓝忘机在云深不知处, 再次遇到笑得温婉的脸方尊时, 正收拾了储物袋, 准备下山, 遇到金光瑶先行了一礼, 脸方尊, 对方也十分和蔼可亲, 忘机, 可是要下山, 蓝忘机点点头, 弟子来报, 有乡民求助, 金光瑶的笑意更深, 不知是何处乡民求助, 蓝忘机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 是襄阳, 言说有水中恶灵识人, 请蓝氏出手, 说霸便对着金光瑶行了一礼, 准备离去, 却被金光瑶叫住, 忘机, 我来时听说, 二哥还未出关, 不是说, 闭关三月吗? 蓝忘机这才认真的打量了一番面前的脸方尊,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第一次见到, 这位脸方尊之时, 对方还是清和涅世的父时, 如今倒是摇身一变, 周身气派完全不同, 不过面上和煦亲近的笑容, 是仍旧一成不变, 兄长闭关偶有所得, 前些日子派人传了消息, 又十分之礼地对着金光瑶告别, 弟子已集结完毕, 在下先行一步, 叔父已在雅士静后脸方尊, 金光瑶的笑容不惊异已将, 啊, 那, 旺姬你先行吧, 我去雅士寻蓝先生, 蓝旺姬又失了一礼, 头也不回地离开, 留金光瑶在原地, 看着蓝旺姬远去的背影, 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片刻之后, 也往雅士的方向慢慢走去了, 雅士, 蓝起人看着规规矩矩, 坐在下手弹琴的金光瑶, 捋着胡须, 不自觉地皱起眉头, 待金光瑶一曲终了, 蓝起人点点头, 清心音已经教授完毕, 脸方尊已经掌握大半, 剩余只需勤家练习便好, 金光瑶表情瞬间一将, 接着十分迅速地转换了表情, 还要多谢蓝先生这段时间的教导, 又快速地施了一礼, 家中还有些事务, 学生不便就留, 这便告辞了, 蓝起人点点头, 又倒, 西尘闭关突然, 又与脸方尊有约在先, 便拖了老夫, 带为教授脸方尊清心音, 如今应了的是, 老夫已经完成, 老夫还有些许事情, 便不远送了, 金光瑶十分恭敬地对蓝起人行礼, 这才转身离开了云深部之处, 等确定金光瑶走远, 蓝起人这才松了口气, 又捋了捋胡须, 吩咐弟子, 既然宗主闭关有所收获, 那便让宗主再闭关半年吧, 不论是姑苏蓝氏宗主闭关, 蓝先生主持云深事务, 还是蓝灵金氏喜得金孙, 大摆三天流水沿袭, 对魏无羡来说, 都比不上他面前菜板上的东西, 这几个月下来, 魏无羡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切蹲, 美中不足的是, 在大师傅露出培养他做大厨的意愿后, 他十分兴奋地为大师傅熬了一锅排骨汤, 大师傅尝了一口之后, 露出了后悔的表情, 接着说了一句小莫, 你可能还是更适合行走江湖, 这样吧, 我认识一个标师, 他们标局最近也缺人, 而且, 一趟标下来是这个树, 说着伸出了一双手, 一旁认真听的小李惊呼一声, 十两, 都能抵我们在酒楼半年了, 魏无羡是最挫败的一个, 他觉得自己煮的汤, 虽然不是什么玉叶穷浆, 能让人食指大动, 但好歹也是能下口的, 于是默默开口, 我觉得,我这汤, 还是能入口的吧, 小李鼓起勇气尝了一口, 然后默默地转头, 喝了好大一口水, 沙哑着嗓音道, 小莫, 我挺支持你去做标师的, 真的, 标师挺好的, 挣得多不说, 还能去外地, 多适合你啊, 见魏无羡不动心, 又加了一句, 你在这边虽然安稳吧, 但是保不齐哪天那家家主来这里呢, 你做标师, 居无定所的, 就算是那家人找来了, 到时候一说, 你走标去了, 那天高路远的, 谁知道你去哪儿了可, 可嗨嗨, 魏无羡被小李说得有点心动, 一旁的大师傅看了看他的神色, 小莫, 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认识的那位标师说了, 他们下趟标师下个月出发, 正好你在这里做到月末, 两不相悟, 晚上进子时, 魏无羡正躺在床上, 无聊的数杖子上的花纹, 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发现, 是温宁那张僵硬的脸, 见他出来, 扯着嘴角露出一个堪称惊悚的笑容, 公, 公子, 魏无羡愣愣了愣, 这才反应过来, 伸手准备将温宁拉进了屋子, 对方却侧了侧身体, 露出身后的一个身影, 魏无羡张大了嘴巴, 忽然间反应过来, 伸手将温宁两人都扯进了屋子, 温宁, 你在干嘛? 这大半夜的, 你过来也就算了, 怎么还带你姐过来, 这要是有个人看见, 我就是跳进云梦泽都洗不清了, 你姐姐以后还嫁不嫁人了, 你还想不想拥有小小的软软的喊你做舅舅的小外甥了? 温宁被魏无羡的几句话给说得愣在原地, 一旁的温情十分不耐烦地站在一旁, 对着魏无羡甩出一张请柬, 魏无羡不明所以打开请柬, 温宁这才愣愣开口, 公,公子, 是, 蓝灵金是, 小公子满月宴, 给你送了请柬, 我来给你, 送请柬, 姐姐说, 顺, 顺便, 一旁的温情打量了一番魏无羡的住处, 这才诗诗然回道, 我顺便下山来给你整整脉, 看看你有没有好好吃药, 魏无羡和起请柬, 那你干嘛不白天来? 又反应过来, 不是, 你怎么也不提前给个准信, 这要万一被人看见你夜闯外南房门, 那不得好一阵风言风语, 等过些时日你们下山了, 还怎么找人成家生子, 此言一出, 温情看着魏无羡的眼神都带上了几分诧异, 一旁的温宁更是一脸惊恐, 魏无羡也是愣在了当场,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一拍大腿, 对啊, 这些日子, 蓝灵金氏得了小金孙的消息, 正热, 大家都赶着去吃席, 咱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下山, 被温情不耐烦地扎了一根针, 拉过手臂, 放在岸上静静板脉, 过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 这才输了口气, 拔了针看向魏无羡, 看来被针扎了才有记性, 这段时间看来是好好吃药了的, 还是这个方子, 再吃上两个月, 就可以换方子了, 魏无羡长出一口气, 抚了抚胸口, 听到温情说还要吃上两个月, 顿时瞪大了眼睛, 集中生智之下, 脱口而出一句今天大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活计, 做得好一个月得有十两, 就是需要出远门, 温情收拾好银针, 抬起头问了一句, 说吧, 是什么活? 货郎还是采买? 一旁的温宁眨了眨眼睛, 公子, 你刚刚说, 我有外甥, 话还未说完, 便被温情一把掐住, 魏无羡也跟着眨了眨眼, 不是货郎, 也不是采买, 你就不能想想我好的, 是标师啊, 说着魏无羡调了调眉, 温情, 我都想好了, 下个月, 我跟着标局去走标, 你带着四叔婆婆, 还有阿院先下山, 就住我这屋, 我跟院里的邻居们说说, 就说阿院到了进学的年纪, 我们村子里面没有先生, 打算在城里找个私塾读书, 看着温情和温宁两姐弟瞪大的双眼, 魏无羡略带尴尬地摸了摸鼻尖, 继续道, 到时候温情你也可以开个医馆, 反正你现在黑了这么多, 到时候再戴个面纱傻的, 大概也没几个人能认出, 你是原先的温寮主了, 温情的表情更加猙獰, 魏无羡的语速再次加快, 实在不行, 就让婆婆四叔和阿院住在这里, 你带着温宁走家串户做个游衣, 也是不错的,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到月底便去向酒楼掌柜辞工, 接下来便去标局走标, 至于阿院, 我也打听了一家私塾, 树修也不贵, 到时候把阿院送进去, 温情被魏无羡的一席话给说得愣在原地, 无他, 魏无羡这一席话, 无疑是给他和剩余的族人寻了一条活路, 温宁细细思亮了一番, 眼睛顿时都亮了, 看着魏无羡的目光充满了崇拜, 公, 公子, 你去走标, 带上我吧, 魏无羡看了看温宁的外表, 摇了摇头, 温宁, 我不在仪灵, 你得长点心, 护着乱葬岗上的大家, 等婆婆四叔阿院下山了, 你也要照看好大家, 又摸着下巴算了算, 我把旁边的空屋子也拎下来,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下山, 也能有个歇脚处, 温情愣了愣, 不由自主地被魏无羡说服了, 跟着点了点头, 魏无羡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那便说定了, 我过几日, 就去跟掌柜的辞工, 没几日, 魏无羡便跟着大师傅去拜访了那位标师, 得知魏无羡身怀武艺, 对方大喜过望, 没几日便带着魏无羡, 护送一批货物前往观众, 在出发前, 魏无羡提议挑了一个大中午, 大张旗鼓地将温情温宁温婆婆温四叔并阿愿一行接到了院中, 之前给魏无羡带东西的那位邻居, 十分关心地问了一句, 小莫啊, 这是你家亲戚, 魏无羡十分开心地回他, 是啊, 是我堂姐和叔叔婆婆, 我家小侄子到了读书的年纪, 就来这里读书了, 找好私塾了吗? 找好了, 我先前已经拜访了柳先生, 说好过几日带小侄过去, 小莫你不是读过书吗? 怎么还把自家者送去私塾? 魏无羡叹口气, 嗨, 我换了活计, 要去压镖, 一走少则十天半月, 多则几月半年, 不能耽误孩子啊。 邻居点点头, 申表赞同, 就这样, 温婆婆带着四叔和阿愿, 在怡陵住了下来。 小阿愿顺利入学私塾, 温四叔涂黑了脸, 找了个打羹的活计, 几人算是慢慢安定了下来。 魏无羡也跟着队伍上了路, 魏无羡跟着一众雕师 往关中压镖去了。 路上, 一位十分健壮, 胡子浓密地能和乱葬岗 怨气浓度相媲美, 拍拍胸脯 都能看到胸前肌肉晃一晃的人胸 拍一拍魏无羡的肩膀。 小莫啊, 第一次走标, 感觉如何啊? 魏无羡笑了笑, 嘿嘿, 不瞒肖大哥, 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 观中啊, 我都还没去过呢。 一旁的另一位同样粗犷的大汉 哈哈大笑, 笑完又拍拍魏无羡的后背, 你小子啊, 头次走标, 这才这般新鲜, 像我们似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两百六十天都在路上走标, 怎么这都会咽了? 魏无羡十分有兴致的东张西望, 又跑到标头旁边, 黄叔啊, 咱们这回标, 来回大约要多少时日啊? 标头抬头看了看天色, 砸巴了一下嘴, 这, 也不好说啊。 万一碰到什么事, 一耽搁两耽搁的, 说不准就得三四个月才能回到家呢。 不过要是一路太平点, 一个月也就差不多到了。 魏无羡晃晃晃头, 那怎么这来来回回, 也得两个多月了? 又换了个问题, 那书啊, 这眼看天色, 也不早了, 咱们接识在哪处落脚呢? 标头看了看四周, 我记得前面不远处有个破庙, 咱们今晚可以在那里歇一晚。 魏无羡晃点点头, 乖乖走到后面, 帮着推车去了。 等到了破庙门前, 魏无羡晃才发现,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山神庙, 走进庙里, 端坐于高台上的山神像早已面目模糊, 下方用于放置贡品的方台也塌了一脚。 标头带着众人将装着货物的车子 一一搬进山神庙, 接着便安排众人收拾地方生活。 见魏无羡还在四处乱看, 喊了他一声, 小莫, 干活了。 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 应了一声, 转身准备出去帮忙, 不知怎地, 又返回了山神向前, 还将出门前酒楼留除, 给他的肉干取了两块, 放在塌了的台子上。 这才出门, 帮忙去搬东西。 等众人将一切活计做完, 众人围坐在一堆火旁, 那位萧姓大汉一拍魏无羡的脊背, 小莫, 没想到你看起来瘦瘦弱弱的, 这手上的力气还不赖啊。 说着走到他身旁坐下, 嘿, 你不知道, 老黄头领着你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你肯定干不长久。 魏无羡捏着半块饼子, 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呀? 萧姓也捏了一块饼子, 刚见到你, 你一副富家小少爷的模样, 到时候碰上节道的, 估计还不够人家一把推的呢。 又咬了一大口饼, 不过这惠子看来, 你是个能吃得了苦的。 魏无羡笑了笑, 摇了摇头, 专心去啃饼子了。 等大家吃饱喝足了, 众人纷纷休息, 魏无羡有了空闲, 也不着急睡觉, 便继续在山神庙里转悠, 甚至坐在那尊面目模糊的山神向前端向了好一阵, 看了好一会儿, 将自己原先放在供台上的肉干捏起来一块干脚, 顺便又从袖带里掏出两粒一糖, 照样一块自己尝一块放供台, 带一块一糖吃完, 魏无羡也有了几分困意, 看着山神向导, 虽然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 又说不出来, 但既然吃了我的东西, 那就请你帮忙照应一下吧。 半夜, 众人呼吸均匀, 有睡相不怎么好的都打起了呼噜, 忽然庙外刮起了一阵大风, 但是, 随着一个白色身影, 斜着一道蓝色见光而至, 一切又恢复了寻常, 只那高台上的泥塑闪过了一道白光。 第二天, 标队众人在庙外小鸟叫声中睁开眼睛, 一夜无梦的魏无羡伸了个懒腰, 跟众人一起将东西收拾好抬到庙外, 这才站在山神向前, 伸出胳膊拍了拍泥象的肩部, 好兄弟, 没白费我的肉干和乙糖。 想了想, 又放了一颗糖在泥象的手中, 好了, 再给你一块, 我走了呀, 下次有机会再来看你。 说完又拍了你向肩部一下, 走了, 后会有期, 等魏无羡跟着众人继续上路, 四面透风的山神庙忽然进来一股风, 将你向手中的糖吹了下来, 稳稳地掉在了前面的供台上。 路上, 萧珊十分开心地跟魏无羡边走边聊, 小莫, 你不知道, 我还挺害怕住在这种庙里的。 魏无羡抬头, 一脸不解, 对方继续道, 你不知道, 之前我们有一次走标, 也是住的这样的庙, 结果, 半夜, 外面鬼哭狼嚎的, 整个庙里也是, 阴风阵阵, 我们都吓得不敢睁眼, 结果, 天亮了之后, 你猜怎么样? 魏无羡睁睁着一双大眼睛, 怎么了? 萧珊一旁的一位伙计插嘴道, 还能怎么样? 跟咱们一样, 平平安安上路了呗, 难不成还有人被鬼勾走了? 萧珊瞪了对方一眼, 小莫, 你不知道, 天亮之后, 我们发现, 有两个伙计, 血肉再无半分, 只剩一层松松垮垮的皮子, 挂在骨头上。 那次标头说, 那两个是被斜碎给生吞了血, 魏无羡愣了愣, 看了看萧珊的表情, 随即认真道, 这样的情况, 可能不是斜碎, 可能是妖怪, 也可能是斜修。 萧珊张大了嘴巴, 啊, 还有修者也做这种事。 魏无羡点点头, 是啊, 萧大哥你也知道, 我之前是学过一点术法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古集, 上面就说了, 有的精怪, 是专门靠人的血肉增长修为, 有的邪修, 也会拘了生人的魂魄, 去炼成傀儡。 魏无羡周围的人, 都被他说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有小伙计多嘴问道, 那咱们怡灵的那位老祖, 不知修的是怎么个功法? 此言一出, 几位年龄大一点的标诗, 纷纷瞪起眼睛, 住口, 老祖也是你我能议论的, 那是我们一整个怡灵的恩人。 当初乱葬岗怨气外泄, 若不是老祖用自己的法宝设了阵法, 哼哼, 还能有你小子在这里说话的份。 魏无羡的标诗生活, 十分多姿多彩, 也进一步刷新了怡灵老祖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了解他们, 在两天内遇到了三波劫道的, 魏无羡这才了解到, 原来真正的山贼劫道并不会喊什么, 此山, 是我开此树, 是我栽要想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之类的, 他们只会在路上布下陷阱, 然后再在车队被陷阱困住的时候, 一堆一堆人的站出来, 或沉稳或嚣张, 总归就是一个目的, 留下买路财。 魏无羡第一次碰到这般阵仗的时候, 差点条件反射, 将别在后腰的陈情抽出来, 召唤出几只鬼来帮忙。 幸好那位姓黄的标头, 第一时间上前交涉, 来来回回地, 跟那伙节道地扯皮。 一旁的萧山, 看到魏无羡的脸色变化, 笑了笑, 走上前去拍了拍魏无羡的后背, 怎么了?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魏无羡对着他点点头, 苦了脸道, 是啊, 我都差点抽出随身配件, 直接上去打了。 又吐槽道, 搞那些小手段, 还不如直接抽几把刀出来, 站在前面吼一声, 简单明了, 直接了当, 多好。 萧山也笑, 你小子啊, 还是太年轻, 看着标头以三寸不烂之蛇, 跟对方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原地蹲下抽出烟感填满烟叶, 点燃后满足地吸了一口, 吐出一个烟圈后吸溜一口, 小莫啊, 你要知道, 这世道的人, 做什么烟渣事, 都要给自己扯一层遮羞布, 即便是农夫偷懒不干活, 也要给自己找个借口, 比如前些日子刚下了雨, 地里有点湿, 再比如, 昨天下地不小心扭到了腰, 今天要好好休养一番之类的, 看了看魏无羡略带惊恐的表情, 这样打比方, 明白了吗? 就算是节道, 也不能光明正大的来, 得挖几个陷阱, 让路人掉进去, 然后再出现, 帮人的同时捞点好处费, 也不怎么过分吧, 又巴达巴达抽了几口, 眯起眼睛, 当然, 不能全都是帮忙的, 也要有站在一边唱红脸的, 以眼神示意魏无羡看, 站在周围手持棍棒刀枪的几个, 看, 那就是唱红脸的, 魏无羡被这一席话说得愣在原地, 恍恍惚惚了好半天, 直到飙头扯皮结束, 招呼众人收拾上路, 魏无羡这才愣愣地跟着众人机械移动, 在遇上第三波节道之后, 魏无羡终于从一片迷茫之中醒了过来, 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又是没忍住皱眉, 萧大哥, 怎么这么多节道的, 萧山摇摇头, 因着前两年摄日之争,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辛苦, 其山温室恒征爆脸, 其他世家其实也比温室好不了太多, 百姓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有的实在过不下去, 就上山了, 又叹了口气, 爱, 都是为了活着, 要怪, 只能怪这世道, 是这世道让人没办法好好活下去啊, 魏无羡盯着一旁郁郁郁葱葱的树林, 眉头皱得更深, 等看到对方携带着东西, 大摇大摆地离去, 他的拳头握得更紧了, 萧山健壮, 笑了笑, 小伙子不要那么气盛,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也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 走吧, 得上路了, 魏无羡在压标图中, 也遇到过一些世家子弟业劣的场面, 比如当前, 他正和一身白衣, 头戴抹额的韩光君, 大眼邓小眼, 一旁的标头十分热情地邀请蓝望鸡, 尝一尝自己带的干粮, 魏无羡略带尴尬地看向蓝望鸡, 半赏, 才攻身行礼, 见过韩光君, 韩光君是在夜裂吗? 蓝望鸡看着面前略带几分尴尬, 给自己行礼, 还不停地给自己识眼色的人, 不由的眼里带上了几丝笑意, 是的, 夜裂, 索性尴尬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蓝望鸡很快便以自己要继续夜裂为借口, 离开了标队遇见前去, 魏无羡不由地呼出了一口气, 真的担心蓝战张口就叫自己的真名, 他发现自从上次在仪陵跟蓝望鸡挤了一碗之后, 再次见面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和缓了不少, 莫名想起了摄日之争时, 江城对自己说的什么蓝望鸡讨厌他之类的话语, 魏无羡愣了愣, 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看来, 江城果然眼瞎, 明明蓝战对他这么友善, 魏无羡笑地眯起了眼睛, 一时不察, 不小心踩在了一个小坑里, 差点就要摔了, 一旁的王毅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还打去他, 小莫想到了什么开心事, 连脚下有坑都没发现, 魏无羡嘿嘿笑了两声, 就我以前的朋友, 总是跟我说一个人讨厌我, 结果我跟那个人真正接触之后, 才发现我俩特合得来, 嘿嘿, 没有被人讨厌, 很开心啊, 魏无羡原本以为对方只是调笑两句, 谁知王毅皱起眉瞪眼, 你那朋友可真不是东西, 见魏无羡皱起眉, 王毅也正经道, 小莫你还是太年轻, 这样的人可不适合做朋友的, 借能背后挑拨你跟有人的关系, 保不定哪一日就会背后捅你一刀, 魏无羡张大了嘴巴, 以这种表情表达了自己的惊讶, 王大哥会不会太过了, 我跟我那朋友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 王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了看魏无羡, 还抽空伸手扶了一把飙车, 自古以来, 一母同生的还有兄弟系强呢, 平日里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一道关键的事情上互相捅刀子的事情可太多了, 反正我听小莫你说的, 你这位朋友, 你最好还是提防一下, 这段话说得魏无羡顿时愣住了, 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和江城原本商量好假决裂, 结果江城转头就宣布他与百家为敌, 叹了口气, 魏无羡拍拍自己的脑壳, 算了,反正已经都弄假成真, 自己跟江城也是越走越远, 人家是高高在上的江宗主, 而他自己, 则在市井之中为一日三餐继续奔波, 年少气盛时说什么云梦双结, 终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置不宜渐行渐远, 魏无羡十分享受自己的压镖生活, 毕竟这是从有记忆以来, 第一回一堆人碰见是不用他出头抗试, 只需要躲在后面享受大佬们的庇护, 就像软饭, 吃了一碗还想吃第二碗, 魏无羡也从刚开始条件反射的要往前冲, 变成了现在的遇到什么事情, 乖乖缩在众人后面, 魏无羡不止一次暗自感叹, 自己当年是真傻, 凡事冲在前面, 除了挨打受伤多一些, 半点好处都没的, 躲在后面多好, 滑滑水摸摸鱼, 多轻松, 则, 要是早知道这道理, 也不用挨那么多鞭子了, 魏无羡边走边, 自言自语道, 魏无羡在感叹自己年少无知, 已然忘记了兰陵金氏满月燕一事, 江燕离并江城姐弟二人, 在金小少主满月燕一日凑在后院, 一直等待魏无羡的到来, 江城等得不耐烦了, 一拍桌子, 这个魏无羡, 果真是白眼狼, 只是假决烈, 便半点不念旧情, 连阿玲的满月燕都不来, 江燕离倒是十分善解人意, 阿成, 或许是阿县被什么事办住, 一时来不了了, 也说不准, 江城冷哼一声, 他能有什么事, 无非就是缩在乱葬岗上, 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江燕离露出不赞同的目光, 阿成, 正在江氏姐弟猜测魏无羡, 是不是被什么事耽误了的时候, 有婢女前来寻江燕离, 少夫人, 前面已经开宴了, 宗主派人来抱小少爷, 江燕离压了一声, 条件反射地看了一眼婢女, 客人都来了吗? 是的, 客人都到了, 听到这句, 江城连忙抬头, 魏无羡也来了, 婢女摇摇头, 没有, 宗主说不等了, 直接开宴, 江氏姐弟对视一眼, 江城的眉头皱得更深, 江燕离的神情也带了几丝忧愁, 二人起身, 抱着孩子往前面去了, 魏无羡是在跟着标队, 途径一个村庄, 发现村里在伴流水席, 一打听, 原来是一家孩子的满月宴, 魏无羡这才想起来, 拍了拍脑壳, 坏了, 竟然把那事给忘了, 这可怎么办啊, 不知道现在让女鬼帮忙随意奋礼, 会不会太迟啊, 一旁的萧珊看魏无羡满面后悔的表情, 好奇地问了一句, 小莫, 你怎么了, 魏无羡垮了一张脸, 萧大哥, 怎么办啊, 我出来之前收了一份满月宴请柬, 却忘了去随礼了, 这可怎么办啊, 萧珊不以为意, 让你家里人过去随意奋礼不就行了, 魏无羡摇摇头, 已经过了日子了, 萧珊皱起了眉, 既然送请柬给你, 那应该知道你的情况, 你走标不能去, 也是情有可原, 实在不行, 逢年过节的提分礼, 上门道个歉就好, 魏无羡愣愣地点了点头, 对方拍拍他肩膀, 好了, 都是熟人, 也不会见怪, 不行你回去周岁礼随个大的, 也就过去了, 魏无羡没有出现在蓝陵金市满月宴上, 据参加过宴会的人说, 当日那位金小夫人的脸上虽有喜意, 但也是青醋额眉, 双目寒愁, 江宗主更是仿若怒目金刚, 仅在看向自己外甥时有些许和缓, 据说当时蓝陵金市自宗主宗主夫人, 至少宗主, 再到金市一众附属家族, 小到金灵台伺候的下人, 对着僵尸二人, 皆是颇有微词, 不过这些, 与魏无羡干系都不大, 当前他最紧迫的问题, 是他又碰到了蓝望机, 是的, 魏无羡拧着眉摸着下巴, 站在众人中打量蓝望机, 这破地方跟姑苏搭不上半点关系, 又离姑苏十万八千里远, 这蓝站就算是喝猛了, 迷路也不至于迷到这里啊, 难道是姑苏蓝市又有什么新的修炼法子, 也不对啊, 把自家得意子弟赶到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来算哪门子修炼啊, 难不成是这荒山野岭, 有什么稀释珍宝不成, 魏无羡择择两声, 看蓝望机有条不紊地跟众人交谈, 摇摇头, 暗自感叹, 果真是景形寒光照是如珠啊, 感叹完之后再次抬头, 就见蓝望机张着一双好看的眼睛往他的方向看, 连忙急着眨了眨眼, 示意了旁边的密林, 蓝望机微微汗手, 带入了夜, 雕队众人纷纷入梦, 魏无羡睁开眼睛, 轻轻起身, 往密林走去, 进了林子, 就见一位白衣仙子, 长身玉丽, 月光洒在身上, 更加不似人间之人, 魏无羡看着看着, 忽然起了顽心, 走过去勾篮望机的下巴, 哎呀, 小生今日也是三生有幸, 得以见仙子这般人物, 不知仙子可否怜惜在下, 告知方明, 蓝望机虽面部表情, 仍旧冷若冰霜, 但一张口便泄了气, 魏英, 别闹, 魏无羡笑嘻嘻地抓着他的抹额丸, 蓝战啊, 你最近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往这荒山野岭地跑, 见蓝望机遇要言语, 又道, 可别说是为了夜猎除碎啊, 我可太知道你了, 就算是除碎, 也是为了保一处乡民平安, 这荒山野岭的, 有什么可除的, 蓝望机愣了愣, 我在, 找, 魏无羡目光瞬间发亮, 是在找什么宝贝吗, 能透露些许吗, 我能帮忙吗, 蓝望机神色温和, 伸手在袖中掏出一个锦带, 递给魏无羡, 魏英, 这是些许银两, 你, 你带着, 平日里也方便些, 魏无羡伸手推了回去, 笑嘻嘻道, 蓝战, 别担心, 我出门的时候身上带了钱的, 婆婆她们把大半银两都给了我的, 连阿院都分给了我不少一堂呢, 蓝望机叹息一声, 上前拉住魏无羡手臂, 魏英, 现在的生活, 你喜欢吗, 魏无羡猛猛懂懂地点了点头, 挺好的, 我学会了切菜, 也会熬粥了, 而且还认识了好多朋友, 学到了没有学过的东西, 挺好的呀, 蓝望机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努了努力张口, 魏英, 你最近, 身体, 怎么样, 说着又递过一个小瓶, 这个, 我问了医药局长老, 是养身的, 对身体好, 魏无羡笑得更好看了, 蓝战啊蓝战,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只是这养身丹药, 我出发前, 温情也给了不少, 现在还有好几瓶呢, 蓝望机默默收起了手中的东西, 魏英,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下次见面, 我带给你, 魏无羡对着蓝望机笑了笑, 要说想要的, 还真有, 此言一出, 蓝望机眼睛都亮了几分, 蓝战, 要是不麻烦, 你下次帮我带几坛天子笑吧, 好长时间没喝了, 还挺响的, 蓝望机闻言, 从秀中取出一个乾坤袋, 打开来一看, 正是魏无羡念叨的天子笑, 魏无羡直接拿出一坛, 开了风往口中灌, 爱, 蓝战, 果真不愧是我知己啊, 连天子笑都给我准备好了, 嘿嘿, 蓝望机收起乾坤袋, 魏英, 只能引一坛, 魏无羡是美滋滋地哼着小曲回去的, 心下得意, 江城还说蓝战讨厌我, 静胡说, 要是蓝战真讨厌我, 怎么可能给我带天子笑, 第二日上路的时候, 萧山爷与魏无羡, 小莫啊, 你昨晚做了什么美梦, 我迷迷糊糊, 都听到你半夜哼小曲了, 魏无羡愣愣了愣, 转笑了笑, 哈哈, 是做了个美梦, 梦到有人给我送来了我日思夜响的美酒, 嘿嘿, 前方的彪头老黄听到魏无羡的话, 笑着道, 小莫想喝酒了哇, 别急, 再有两三日咱们便能到关中了, 到时候, 小老儿请你和大家喝烧刀子, 魏无羡好奇道, 烧刀子, 好喝吗? 彪头哈哈一笑, 烧刀子啊, 一口下肚, 暑酒寒天, 能从嘴里一路暖到心坎里, 魏无羡被彪头说得十分向往, 等到了地方, 交了彪, 我定然要饮上几坛, 要是好喝, 也带几坛给家人好友尝尝, 王毅走上前, 拍了拍魏无羡的后背, 嘿嘿, 你小子, 听缠了吧, 加把劲, 咱们争取提前几日到地方, 到了关中, 魏无羡只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世界, 无论是漫天的黄沙, 还是关中汉子豪迈的呼和声, 一碗碗凛冽的烧酒, 活着带着胡椒香味的羊肉面片下肚, 张口便是豪情万丈, 魏无羡打了个宝格, 面带可惜地看着一旁的肉夹馍, 凉皮等小时, 心吓到, 可惜蓝湛不在这里, 不然可以跟蓝湛分享这些美食, 正想到蓝望鸡, 便看到窗外一白衣仙子手指仙剑经过, 魏无羡十分开心地对着窗户扔出一根筷子, 蓝望鸡正在四处寻魏无羡的踪迹, 突然听到耳畔一阵风声, 伸手一接, 竟是一根筷子, 再往一旁一看, 魏无羡趴在窗户上, 一手滴溜着一根筷子冲他招手, 脸上满是笑意, 看着魏无羡趴在窗户上笑着朝自己招手, 蓝望鸡忽然一阵恍惚, 一起之前的云梦, 不过云梦时抛过来的是花, 这次却是直接上了筷子, 可蓝望鸡却揭筷子比揭花揭的力所多了, 平心而论, 现在的魏无羡, 与之前云梦抛花给他的魏无羡, 判若两人仿佛回到了听学识的样子, 蓝望鸡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 嘴角也微微提起些许弧度, 魏英, 就这样, 就很好, 魏无羡见蓝望鸡十分上到地进来, 便坐在自己暗旁, 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将自己手边的各类小吃, 纷纷往蓝望鸡眼前放, 蓝战, 快尝尝这个, 这个店家跟我说, 整个观中就他家最正宗, 蓝望鸡从块筒中抽出一根筷子, 跟先前接到的那根盒在一起, 加了一口放进嘴里, 吃了一口之后, 对魏无羡微微点头, 魏无羡笑得两眼眯起, 喝一口酒, 就使劲给蓝望鸡加菜, 蓝战, 多吃点, 这个也好吃的, 蓝望鸡看魏无羡饮得豪爽, 开口道, 魏英, 你今日, 饮了多少, 魏无羡做贼心虚地, 将脚下的空酒瓶, 往身后踢了踢, 笑容不自觉带了几分讨好, 不多, 不多, 就两瓶, 蓝望鸡抬眼面无表情地往魏无羡身后看了一眼, 魏无羡只得讨饶道, 好了好了, 这次是我过于放纵自己了, 下次, 下次我一定管住自己, 蓝望鸡仍旧面无表情看他, 魏无羡整个人趴在桌案上, 伸手拽蓝望鸡的袖子, 蓝战, 韩光君,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呗, 别生气了, 又无师自通地多了嘴卖萌, 实在不行, 以后你监督我喝酒, 要是喝多了你就罚我, 怎么罚你说了算, 蓝望鸡低眉看他, 怎么罚由我说了算, 魏无羡憨憨地点头, 嗯, 蓝望鸡敲了敲桌子, 口说无凭, 立字句为正, 魏无羡十分痛快地点头答应, 还当场问小二要来了纸笔, 立下字句, 一是两分不说, 更是十分谨慎地按了手印, 见魏无羡如此动作, 蓝望鸡也点了点头, 妥善收起了其中一份, 在关中待了几日, 魏无羡便又随着标队返程, 途中经过去时借宿的山神庙, 魏无羡将自己带的关中特产, 又往神像面前放了一些, 还帮神像擦了擦身上的灰尘, 便又哼着歌往怡陵回去了, 带回到怡陵, 魏无羡刚进租住的小院, 便被抱住了大腿, 献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阿愿好想你啊, 魏无羡笑着抱起阿愿, 给他一串糖葫芦, 阿愿想我了, 哪想我了呀, 阿愿笑咪咪地捧着糖葫芦, 握在魏无羡怀里, 嘿嘿, 阿愿哪儿都想献哥哥, 又举高了糖葫芦, 献哥哥, 吃, 魏无羡也不客气, 张口叼走了顶上最大的一颗, 含在嘴里塞帮鼓鼓, 阿愿, 婆婆和四叔呢, 还有你姑姑和宁叔叔呢, 阿愿使劲地舔着山楂外面的糖壳, 婆婆和姑姑去买东西了, 四爷爷带着宁叔叔去送菜了, 魏无羡捏了捏阿愿鼓鼓的脸颊, 那你怎么在家里没去学糖, 阿愿头也不抬道, 因为献哥哥这几日要回来, 我向先生告了假, 在家等献哥哥, 孩童清脆的声音落在耳朵里, 魏无羡一时愣住了, 无他, 有人在家专门等的滋味, 着实是太好了一点, 魏无羡不知觉的笑容越来越大, 颠了颠怀里的小孩, 谢谢阿愿专门等我回家哦, 献哥哥好开心, 阿愿终于舔掉了一块糖, 正拿门牙科里面的山楂, 献哥哥回家, 我也好开心的, 魏无羡忽然间, 就释怀了自己的所有遭遇, 如果那些遭遇, 是为了换到这么美好的家人, 他甘之如頤, 魏无羡时隔几个月回到怡陵, 着实享受了一把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 每天醒来, 都有热腾腾的早点放在桌上, 吃完早点, 刚刚准备伸手洗碗, 就被温婆婆塞了个暖乎乎的阿愿在怀里, 顺手端起魏无羡吃完的碗筷, 公子吃完了就出去转转吧, 顺便把阿愿送去学堂吧, 魏无羡捧着阿愿, 两人两双大眼睛互相看了几夕, 阿愿笑眯眯地掀搂上魏无羡的脖子, 献哥哥, 我快要迟到了, 魏无羡癫癫怀里的团子, 明显感觉比在乱葬岗上的时候重了一些, 满意地刮了刮阿愿的脸蛋, 走, 献哥哥送你去学堂, 顺便问问先生, 我们阿愿最近表现怎么样? 说着便抱着阿愿往出走, 还顺便问温婆婆, 婆婆, 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要买吗? 我送完阿愿带回来, 温婆婆笑眯眯地看魏无羡抱着阿愿, 摇摇头, 没有要带的, 公子, 你也不用那么快回来, 好不容易回来了, 出去跟朋友吃个饭, 聊聊天, 又掏出几块碎银子塞给他, 公子身上银钱够吗? 跟朋友出去玩, 身上多带点银两, 说完, 又挥挥手, 好了, 快去吧, 时间真要来不及了, 此言一出, 魏无羡抱紧了阿愿, 阿愿也搂紧了魏无羡的脖子, 接着便冲出了院子, 怀里的阿愿被颠上颠下的, 咯咯咯笑得欢, 魏无羡边跑边吐槽他, 阿愿, 你笑得好像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啊, 咯咯咯咯咯咯的, 阿愿十分嫌弃地瞥了魏无羡一眼, 献哥哥, 你笑得好像学堂夫子种的喇叭花, 魏无羡将阿愿放到地上, 拍拍小脑袋, 好了, 你就好好读书, 你献哥哥我, 要去找朋友玩了, 嘿嘿, 阿愿是鼓着脸颊进的学堂, 一旁的小铜窗见他这般模样, 凑过去问他, 墨愿, 你姐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吗? 阿愿呼出一口气, 没有, 就是, 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呢? 到时候, 我也送小孩去学堂, 然后在学堂门口告诉他, 你好好读书, 我要去找朋友玩了, 小铜窗也皱了脸, 大人真讨厌, 等我长大了, 我要扛着糖葫芦, 在学堂上课的时候, 到学堂门口转悠, 阿愿握住小铜窗的手, 嗯, 到时候, 我挑着小玩具, 跟你一起去, 魏无羡捏着钱袋, 时不时打开钱袋往里看看, 笑得眼睛都要眯起了, 一步一晃, 往之前干活的酒楼走去, 酒楼, 魏无羡慢悠悠夺不进去, 坐在一张空桌子上, 由跑堂小二过来殷勤招待他, 客观, 您吃点什么? 魏无羡懒洋洋地靠在桌边, 掰着手指, 要一个红烧肉, 再要一盘青炒土豆丝, 我要流出炒的, 小二一甩肩上的毛巾, 点点头正要通报, 一看魏无羡的脸, 顿时十分惊喜地道, 呀, 小莫, 你走标回来了, 这次出去怎么样? 还好吧, 魏无羡也眯着眼睛笑, 嘿嘿, 还不错, 这不是刚回来就来找你们了吗? 小二也笑得开心, 拉起他就往后处跑, 嘿嘿, 你回来了坐这儿干嘛, 走, 带你去找刘初小李他们, 要知道你回来就来找我们, 刘初他们得开心思, 魏无羡拉住小二, 我现在都不在酒楼了, 不好再进后厨的, 小二皱皱鼻子, 我去跟刘初说, 你现在不进去, 等刘初亲自出来抓人, 我可不帮你, 魏无羡十分好脾气地笑笑, 目送小二往后厨奔去, 不一会儿, 便见刘初手提大勺, 气势汹汹地往他这边走来, 魏无羡连忙站起来, 对着刘初笑得见牙不见眼, 刘初, 刘初瞪起眼睛, 臭小子, 怎么? 出去转了一圈, 学会假母假式地跟我们客气了, 还不麻溜地帮忙去, 魏无羡黑黑笑着忙往后厨溜, 一旁的掌柜也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 有客人注意到这边, 跟小二打听, 小二笑得幸灾乐祸解释, 小莫是我们大厨半个徒弟, 这不, 前段时间出去走标去了, 这两天才回来, 这不, 刚回来就来这儿, 还跟我们瞎客气, 被大厨给收拾了, 客人听了也是连连点头, 后厨, 魏无羡乖乖坐在板凳上, 捧着一碗炸鱼往嘴里塞, 刘厨一边颠勺, 一边问魏无羡近况, 魏无羡有问必答, 小李跟他坐在一起, 一边网造中添柴, 一边听魏无羡说话, 听说, 你把你家亲戚接到城里来了, 嗯, 家里的小孩到启蒙的时候了, 一直待在乡下找不到出路, 就接过来了, 嗯, 那他们都做什么呀? 啊, 我家堂姐去做游衣了, 婆婆和四叔年纪大了, 想着让老人家好好谢谢, 休养一下, 结果两位老人闲不住, 婆婆找了一个帮人缝补的活计, 四叔更是找了个打羹的活还不够, 白日里还带着我家堂弟 去近一点的村子里收菜来卖, 魏无羡十分苦恼地叹口气, 哎, 还想着让他们歇歇呢, 苦了大半辈子了, 刘初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老人家苦了大半辈子, 你想让人休息一下, 也没错, 不过老人都忙了这么些年, 肯定是停不下来的, 正好找点轻松的活计, 也算是休息了, 魏无羡吃完碗里的东西, 站起来拿起菜刀, 站在灶台边开始帮忙切菜, 刘初看了看他, 点了点头, 小李接着搭茶, 小莫, 这家里人在身边就是不一样, 你最近脸色可真不错, 比之前刚来的时候好太多了, 魏无羡愣了愣, 又笑开了,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 脸色很差吗? 小李和大庄一口同声, 那是, 当时你刚来的时候, 那脸白的, 也瘦得厉害, 但周身一股子力气, 你不知道, 当时你在这边切肉的时候, 那一刀下去的气势, 掌柜的看了一次之后, 以后有闹事的, 吃霸王餐的, 都直接带到咱们后厨门口, 看你剁一次肉, 那些人啊, 再也没敢有第二回, 魏无羡愣了愣, 原来如此, 我该找掌柜多要一份工钱的, 则, 失策啊, 说着, 又手脚麻利地剁了一堆排骨, 便跟酒楼众人辞行, 我要去接家里的小孩下学了, 先走了, 小李十分热情, 接了小孩带过来吧, 咱们还没见你家小侄子呢, 魏无羡笑了笑, 改天吧, 等他们学堂休幕, 我带他过来玩, 小李也十分高兴, 那就说定了呀, 魏无羡在一陵整天东逛西逛蹭吃蹭喝乐不思蜀, 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盯着魏无羡牵的卖身器, 美滋滋地弹琴, 终于可以出关的蓝西辰, 屁颠屁颠地敲了敲镜式的门, 走进来, 忘机, 听弟子说, 你前些十日外出夜裂, 不知可有收获, 蓝忘机抬眼, 兄长这些十日闭关, 不知可有所得, 魏无羡在家里歇了好几日, 整日玩耍逛街, 毫不逍遥自在, 这日, 温婆婆出门去交活, 四叔拉了温宁去村里收菜, 临走时还特意嘱咐魏无羡, 公子一个人在家, 记得拴好门拴, 随便什么人来敲门, 也不要随便开门, 我们就去半天, 回来给你带午饭, 魏无羡一人躺在屋檐下摇椅上, 一手拿着一本画本翻看, 一手指尖上绕着几缕愿起, 时不时扭出几个简单的字形, 又消失在指尖, 正玩得开心之际, 有敲门声响起, 魏无羡十分好奇地开了门, 就见一位十分腹态的大神, 笑咪咪地站在门口, 见他开了门, 十分热情地甩了甩手中的帕子, 握着他的手便迈不往院子里走, 边走边道, 哎呀, 您就是莫公子了吧, 真是一表人才, 魏无羡笑得尴尬, 抽出自己的手, 呃, 这位大神, 是有什么事吗? 那位大神笑得更大声了, 魏无羡估计隔着一道墙的邻居家, 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哎呀, 莫公子, 是有你的好事啊, 大好事, 魏无羡被说得一头雾水, 对方继续道, 是这样的, 听闻莫公子最近做了标诗, 魏无羡点点头, 怎么? 大神是要脱标吗? 那你得去标局, 那位大神的笑声有一丝停顿, 又继续笑着说, 哈哈, 莫公子真会说笑, 是这样的, 咱们镇上礼服, 你知道吧? 见魏无羡, 眼神略带几丝茫然, 又继续道, 就是咱们仪陵城里, 开成衣铺的那家, 魏无羡点点头, 哦, 你是说, 那家总是以次充好的成衣铺啊, 我知道啊, 大神的笑声总算是停了下来, 呵呵, 是这样的, 李家小姐年方二八, 李老爷心疼女儿, 打算为李小姐招赘一位夫婿, 这不, 听说莫公子他是能干, 又一表人才, 特意请了, 我来探探莫公子的口风, 魏无羡张大了嘴巴, 半赏, 慌乱地扯出了一个理由, 啊, 多谢大神的美意, 只是在下早已与他人递了冤谋, 对方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魏无羡趁此机会, 连忙将人送出了门, 顺便拴上了门栓, 跑去了酒楼, 酒楼后厨, 魏无羡拍着胸口, 捏了碗里的菜吃, 哇, 你们不知道, 我差点就被人拉去, 当上门女婿了, 小李睁大眼睛, 一旁的大厨也停下手中的锅铲, 连一旁跑堂的小二都进来听八卦, 哦, 这么好的机会啊, 小莫你答应了没, 魏无羡摇了摇头, 可说呢, 吓死我了, 那大婶一进门就笑, 笑得我都渗得慌, 而且, 堂堂七尺哪儿, 哪儿不能安身, 若我真去做坠婿, 那定然是我十分庆幸, 对方才行, 留出点点头, 没错, 小莫说的是, 男子和大丈夫, 只要肯吃苦, 怎样得不来银钱, 偏有些毒心肠, 总想着做坠婿, 靠妻子嫁妆过活, 魏无羡身表赞同, 并怒切十斤排骨, 因着这一插曲, 魏无羡麻溜地跑去标局, 领了一个送东西的任务, 便晃晃悠悠地离开了仪陵, 蓝忘记到仪陵的时候, 正好赶上魏无羡着急忙慌地离开仪陵第三日, 蓝忘记坐在魏无羡之前就职的酒楼里, 听到两个跑堂小二在聊天, 哎, 这几天怎么不见小莫, 她不是才走完一趟标, 哈哈, 小莫之前被那媒婆吓到了, 前两天刚刚接了一趟标, 走标去了, 哈哈, 还能被媒婆吓跑, 小莫也是胆小, 不就是被人提亲, 这是好事啊, 让你入坠, 你乐意吗? 要是我真的喜欢, 入坠也无不可呀, 蓝忘记放下了手中茶杯, 往桌上放了一小块银子, 转身离开了酒楼, 魏无羡正带着东西往姑苏去, 是的, 这趟标的最终目的地, 是姑苏, 是一位老先生托的标, 要求是帮忙送一封信和一块玉佩, 往姑苏一处临幸人家, 这日, 临近傍晚, 魏无羡哼着小曲走进了一间破庙, 没成想, 破庙里已经有人燃起了火堆, 魏无羡拍拍衣摆上的尘土, 凑过去准备搭个画, 蹭一蹭火, 这位胸台魏无羡下半句还未说出口, 便看到放在一旁熟悉的一把配件,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呃, 胸台, 打扰了, 在下这便去另寻落脚处, 说完转身便跑, 蓝西沉抬眼, 只看到一个急匆匆的背影, 无奈地叹了口气, 扯过一旁的破步, 将朔月缠了起来, 朔月啊, 你也别怪我, 谁叫你名声大, 长得还这般威武, 你看, 刚刚这位小兄弟, 仅仅只是看了你一眼, 便被你吓走了, 听话, 咱们还是打扮一下, 穿得稍微破一点, 低调一点才好吗? 魏无羡一口气跑出了十里, 这才扶着树拍胸口喘气, 吓死人了, 姑苏兰氏最近是怎么了? 一下子训练弟子, 训到弟子肾虚, 这宗主大晚上的又一个人待在破庙里面, 又叹了口气, 真是, 做个平凡人, 怎么就这么难呢? 因为在破庙里, 都能见到姑苏兰氏宗主, 魏无羡再也不敢看见什么寺庙究竟, 就怕自己这一张脸被认出来, 毕竟以自己现在这一身脆皮, 随便哪个世家子弟一见都能戳死自己, 于是, 蓝忘机在回到姑苏的时候, 便在彩艺阵天子笑的摊位上, 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彼时, 魏无羡已经送完了东西, 特意传信问了温宁, 得知那位李小姐还未寻到满意的入赘人选, 魏无羡托温宁去标局告了假, 准备找个地方业劣一番, 也好锻炼一下自己已经生疏的业劣技巧, 得到温宁已经办妥了事情的魏无羡松了口气, 这才在脸上贴了一个面具出了客栈, 静止往天子笑的摊子上去了, 刚刚从摊主手中接过两坛天子笑, 美滋滋地拎在手里, 正要迈不时, 突然一声冷淡的魏英在耳边响起, 魏无羡被吓得一击灵, 手中的天子笑落了地不说, 刚迈出还未踩实的脚下一歪, 整个人眼看就要跌倒在地, 魏无羡拼尽全力, 想要稳住身体, 鞋子里伸出一只白色宽秀, 拦在了他的腰上, 扎扎实实地将他整个人抱离了地面, 然后稳稳地放在了地上, 魏无羡愣住, 看了看那一张熟悉的面孔, 蓝,蓝战, 你这, 力气怎么练出来的呀? 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脸上半遮不遮的面具, 道理超家规, 打量了一番魏无羡, 继续拦腰扛起他, 你的脚伤了, 走吧, 带你去看看。 于是, 魏无羡便被拦腰扛起, 一路乘着避沉, 到了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蓝忘机拦腰提着到了云深不知处的扇门, 守门弟子张大了嘴, 看着自家韩光君这新奇的造型, 直愣愣地问了一句, 韩光君, 这位是蓝忘机一只胳膊固在魏无羡腰间, 一手持臂沉, 四平八稳地回道, 是我的好友, 那弟子十分上到地, 对着魏无羡行了一礼, 让开了山门, 直到被放在医药堂长老面前, 魏无羡才反应过来, 挣扎着站起身, 耐个, 蓝, 蓝湛, 你这, 是不是有点夸张? 我只是稍微扭了一下脚, 也不至于这么刚要说什么, 便被蓝忘机拉了胳膊放在脉枕上, 医药局长老将手指搭上魏无羡的手腕, 刚一搭上便皱了眉, 魏无羡急着要将胳膊收回, 却被蓝忘机摆在眼前的一张脉身器给拦住了, 蓝忘机声音淡淡地道, 魏英, 你自己答应的, 你要是再喝四一喝酒, 便由我来定罚, 魏无羡苦了脸, 可是, 我没乱喝酒, 蓝忘机亮出手中一块碎片, 这是今天摔碎的, 魏无羡还在辩解, 可是我都还没喝啊, 你这多少有些冤枉我了吧? 那位蓝氏长老已经收回了枕脉的手, 好了, 忘机, 我开个方子, 你看着它, 好好吃上三副, 吃完之后, 再把人带来枕脉, 再换药方, 魏无羡挣扎着下地, 蓝, 蓝湛啊, 多谢你啊, 不过, 药就算了吧, 我, 我家里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蓝忘机一只手握住魏无羡的胳膊, 魏英, 我问了温宁, 你最近, 没有差事, 留在这里, 好好养伤, 魏无羡只得瞪大眼睛, 看着蓝忘机, 从长老手中接过几包药, 挂在碧尘剑鞘上, 仍旧一手碧尘, 一手将他蓝腰捞起, 直直回了静世, 路过碰到的蓝氏弟子, 都对魏无羡抱以十分惊讶的目光, 魏无羡只得努力, 将头低进胸膛, 好让别人不怎么注意到自己, 静世, 被放到床上时, 魏无羡如蒙大射般, 呼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拉住蓝忘机的袖子, 蓝, 蓝湛, 我, 我可是一陵老祖啊, 人人喊打喊杀的, 你就这样光明正大, 把我拎到静世, 真的没事吗? 蓝忘机顺着魏无羡拉扯的力道, 坐在床边, 言语中都带了几分温柔, 魏英, 放心, 没事的, 魏无羡愣了愣, 蓝, 蓝湛, 你, 怎么有些不对劲, 又环顾四周, 你, 这样把我带到静世, 你舒服, 可, 蓝老先生真的没问题吗? 蓝忘机破天荒地对着魏无羡笑了笑, 魏英, 你放心, 都没问题, 我去煎药, 你好好休息, 说着, 还让魏无羡躺在床上, 帮他盖上了被子, 魏无羡盖着被子躺在床上, 瞪着眼睛, 盯着杖子上的花纹发呆, 瞪了一会儿, 觉得眼睛发酸, 便闭上了眼睛, 不多时, 床上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蓝忘机端着药碗进来时, 便听到魏无羡香甜的呼吸声, 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将药碗放在一旁, 用灵力温好后, 除了外衣脱了鞋, 上床拥着魏无羡闭闭上了眼睛, 魏无羡迷迷糊糊地发现自己周身热乎乎的, 比汤婆子还舒服, 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魏无羡卷着被子, 往另一侧滚了滚, 却被一只胳膊揽住, 还被拍了拍后背, 魏无羡被这一拍给拍得睡意全无, 甚至一个机灵帆坐起来, 对着刚刚拍自己的方向便是狠狠一脚, 蓝忘鸡被这猝不及防的一脚踹得不知所措, 一时间来不及反应, 只得凭着本能硬生生来了个鲤鱼打挺, 才没趴地上, 魏无羡一脚踹出去便清醒了过来, 睁大眼睛看着蓝忘鸡, 等蓝忘鸡站稳了, 这才抱住被子, 结结巴巴地看着蓝忘鸡, 蓝,蓝站,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 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蓝忘鸡叹口气, 走到桌边端过早已温着的药, 魏英, 既然醒了, 喝药吧, 魏无羡皱着脸, 在蓝忘鸡的注视下喝完了药, 见魏无羡还苦着一张脸, 蓝忘鸡便细法般拿出一颗糖塞给他, 魏英, 良药苦口, 魏无羡含着糖, 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又想起来之前的事, 蓝站, 不好意思啊, 我不仅纠站却潮, 还把你差点踹了下去, 蓝忘鸡也不回答, 继续让魏无羡躺下, 椰好被子, 这才坐在床边开口, 魏英, 我听说, 有人, 上门跟你提亲, 魏无羡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这, 这是, 蓝站你也听说了呀, 蓝忘鸡的脸色顿时不好起来, 魏无羡还在继续, 哎, 要不是这时, 我也不会这么快又接了任务, 说着说着, 又坐起来, 蓝站, 我跟你讲, 真的太可怕了, 那个大婶一进门就哈哈笑, 还说让我做坠续, 又拉了蓝忘鸡的衣袖, 蓝站你说, 我好歹, 曾经也是个人物吧, 这虽然现在金盆洗手隐姓埋名, 可好歹之前大家听见我的名号, 都是褪比三舍, 哪个赶上门一张口就让我入赘, 哎, 真是好汉难题当年勇, 又八卦蓝忘鸡, 蓝站, 你名声那么好, 肯定有不少没人上门说没的吧, 蓝忘鸡摇摇头, 双目直视魏无羡, 舒服之我心有所属, 魏无羡的眼睛顿时睁大, 蓝站啊, 你这可不厚道啊, 咱俩可是知己好友, 你这有了心上人也不告诉我, 蓝忘鸡仍旧看着魏无羡, 看得魏无羡有点莫名, 魏英, 你真的想知道, 我心属何人吗? 魏无羡虽然被他盯得有几分莫名其妙, 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蓝忘鸡深吸一口气, 伸手拉住魏无羡的手腕, 魏英, 我心悦之人, 其实, 是你, 此言一出, 魏无羡仿若被火撩了一般, 着急忙慌就要从床上往下跳, 却被蓝忘鸡一手牢牢拉住手腕, 一手拥住魏无羡的腰身, 魏英, 是你, 坚持要知晓的, 魏无羡急地拍辈子, 我以为你心悦之人是哪位仙子, 谁知道你这般不走寻常路, 你一个正道楷模寒光君, 喜欢谁不好, 看上我一个邪魔外道, 你是不打算在这些门之中立足了吗? 蓝忘鸡将魏无羡揽在胸前, 所以, 魏英, 你并不反感我喜欢你, 魏无羡慌乱的连眼睛都不知往哪里放, 蓝, 蓝湛, 你, 你这, 太突然了, 我, 我, 不知, 蓝忘鸡低头看魏无羡帐红的脸, 魏英, 无妨, 你慢慢想, 值一点, 可否答应我, 这些时日, 留在云深不知处, 好好调养身体, 魏无羡晕晕晕乎乎的, 只得恩了一声, 蓝忘鸡继续将魏无羡放倒在枕头上, 替他盖上被子, 好好休息吧, 长老在药里加了安神的药材, 魏无羡点点头, 和尚眼睛睡了过去, 这短短几个时辰, 他接收的信息量太大了, 他得好好睡一觉, 睡足了再慢慢捋, 魏无羡一觉, 睡得十分舒畅, 醒来是颇有一番, 不知今夕何夕的满足感无踏, 他已经有好多年不曾住过这般环境的地方了, 室内燃热檀香, 是魏无羡十分熟悉的蓝忘鸡身上的味道, 床榻软硬适中, 蓝忘鸡知他有几分巨冷, 还特意灌了两个汤婆子, 一个塞在他脚下, 一个放在他腰部, 就连被子也放了两床, 魏无羡摸了摸另一床被子, 果不其然, 在被子中又摸出了两个汤婆子, 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魏无羡忽然想起自己睡前蓝忘鸡那一番让人惊心动魄的话语, 想来想去, 在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 魏无羡将被子拉起来盖在脸上, 捂着被子哀好了一番, 等魏无羡将被子再次掀开时, 只有红扑扑的脸颊和毛刺刺的头发, 昭示着刚才魏无羡的心境路程, 等蓝忘鸡提着石盒回到静视的时候, 魏无羡已经恢复了平静, 下床整理好了衣服不说, 还将那两床被子整整齐齐地叠在了一起, 自己则坐在桌旁倒了茶水, 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在看到蓝忘鸡掀气飘飘, 但手拎石盒走进来的时候, 魏无羡没忍住, 一口茶水枪在了气管里, 顿时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蓝忘鸡健壮, 连忙放下手中的石盒, 上前拥着魏无羡给他拍了拍背, 等魏无羡终于停了咳嗽, 这才打开一旁的石盒, 从中端出几盘菜, 将筷子递给魏无羡, 喂鹰, 吃饭吧, 魏无羡双手接过蓝忘鸡递来的筷子, 随手捏了一筷子素炒青笋塞进口中, 边嚼边说, 蓝湛, 说实话, 你这一身衣着, 周身气质, 还是更适合焚香弹琴, 跟石盒搭在一起, 着实是有几分, 惊悚了, 蓝忘鸡看着魏无羡说完话之后, 一筷子一筷子地直夹着清淡的菜品, 合着米饭往口中送, 眉头悄悄地皱了起来, 吃了几口之后放下筷子, 魏鹰, 你, 吃得惯吗? 魏无羡无所谓的白白手, 吃得惯。 蓝湛, 你家厨子烧的菜还挺不错的, 又夹起一片青笋, 蓝湛你瞧, 这笋片, 切得跟我不相上下, 刀工真不错。 蓝忘鸡深吸一口气, 只是魏无羡, 魏鹰, 我记得, 你之前偏好重口味, 比如辣菜, 魏无羡愣愣了愣, 望着蓝忘鸡笑了起来, 哈哈, 蓝湛, 这样看来, 你确实是心悦我已久啊, 连我喜欢吃辣菜都知道。 蓝忘鸡点点头, 魏鹰, 我确实是心悦你已久。 魏无羡被蓝忘鸡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表白, 给噎得一口菜没嚼碎, 硬生生地吞下了肚, 两只眼珠子都快要翻出白眼来, 蓝忘鸡连忙递过去一杯茶水, 魏无羡顺了顺起, 放下筷子, 眼袋复杂看着蓝忘鸡, 蓝湛啊, 我问你句话, 你别生气。 蓝忘鸡微微点头, 魏无羡接着道, 我想问, 云深不知处的厨子, 这几日做的饭是不是不怎么对劲, 还是你们熬药膳的弟子放错了药材? 我在酒楼后厨做事的时候, 刘厨特意教过我的, 有些东西, 不能乱吃。 你这一天天的这般语出惊人。 蓝忘鸡认真的看着魏无羡, 让魏无羡后半句话愣是没能说出口, 蓝忘鸡这才看向魏无羡, 魏英, 我何时与你胡乱言语过? 魏无羡愣住, 又加了一句, 心悦你是真, 想劫道旅也是真。 魏无羡哭笑不得地看着蓝忘鸡认真的脸, 蓝湛啊, 你说你一正道寒光君, 前途光明远大, 什么样的仙子取不到, 非得逮着我这邪魔外道人人喊杀的遗灵老祖死磕。 蓝忘鸡不为所动, 魏英, 你并非邪魔外道。 这一句话出来, 不知怎地, 魏无羡整个人眼眶都热乎乎的, 可是在仙门百家眼中, 我离经叛道, 已是事实。 心性大变, 也是你姑苏蓝氏宗主亲口说的。 蓝忘鸡摇头, 魏英, 叔父说过, 你心怀百姓, 心性尚成, 志向高洁, 况且, 兄长口无遮拦, 背后望以他人, 已被叔父乏闭关数月。 魏无羡愣主, 蓝湛, 也只有你, 这个时候还为我说话。 蓝忘鸡叮嘱魏无羡, 魏英, 你说过的, 你睡醒便会好好考虑我说的话。 魏无羡深吸一口气, 拉住蓝忘鸡的手, 眼中有涟漪泛起, 蓝湛, 你说你心怨我, 我真的, 真的好开心。 这是我这段时间, 最开心的事了。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蓝忘鸡静静地, 看着魏无羡, 扮赏, 伸手是去魏无羡面颊上的一滴泪珠。 魏英, 魏无羡笑着道, 蓝湛, 若是之前, 我还未带着温室残布, 困守乱葬岗之时, 你这般与我表明心意, 我定会答应你, 与你结尾道理, 看了看蓝忘鸡的表情, 有些不忍心, 却又道, 可是, 蓝湛, 现在我不是孤身一人了, 我得护着我身后的温室残布, 温婆婆已经快花甲之年, 阿怨仍是垂条, 温情一人自顾不暇, 我, 我不能扔下, 他们不管的。 蓝忘鸡目光黯然, 盯住魏无羡拉着他的手, 魏英, 若是你忧心温室残布的去处, 顾苏蓝是可以帮忙, 魏无羡摇摇头, 蓝湛, 你还是不懂, 端着茶杯喝了一口道, 平民百姓都知道, 节亲要门当户对的, 见蓝忘鸡目光黯然,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继续道, 况且, 如今蓝灵金氏, 一心想做凌驾于百家之上的至尊, 对鹰虎俯虎是单单, 我若是这时候, 答应与你结亲, 让你姑苏蓝氏, 帮忙安置温情等人, 那便是金光善发难的最好借口, 况且, 泽乌君可是与那位蓝灵金氏的脸方尊义结金蓝, 若真到那时候, 你这寒光君, 也得被逐出蓝氏, 蓝忘鸡被魏无羡的一席话说得愣在当场, 下意识便要反驳, 魏英, 这不, 魏无羡摆摆摆手, 蓝湛, 你我都不是小孩子, 我说的这些, 你应当比我更清楚, 蓝忘鸡上前拥注魏无羡, 魏英, 我只问你一句, 你是否也与我心悦你一般, 心悦于我, 魏无羡愣住, 蓝忘鸡继续道, 你方才考虑了好多, 可前提, 都是你我在一起, 蓝忘鸡的声音都带了几分雀跃, 魏英, 我可不可以认为, 你也是心悦于我的, 魏无羡正了两下, 没正开蓝忘鸡的怀抱, 蓝忘鸡继续道, 魏英, 我真的好开心, 你没有拒绝, 我好高兴, 又将魏无羡转了向, 面对面抱在怀里, 贴上额头, 魏英, 你说句话, 魏无羡一个大男人, 自从他有记忆以来, 还是第一次以这般姿势, 被人抱在怀里, 他推了推蓝忘鸡的手臂, 蓝颤, 我承认, 我确实是心悦于你, 而且, 只有你话还没说完, 便被蓝忘鸡激动地抱进怀中, 力度大到魏无羡觉得自己有点喘不过气来, 等蓝忘鸡平静下来, 又贴上魏无羡的额头, 魏英, 咱们慢慢来, 你的名声, 温室后路, 一步一步来, 又想起什么, 只一点, 以后若是再有人上门提亲, 去了, 魏无羡也被蓝忘鸡这孩子气得, 操作整得哭笑不得, 蓝颤啊, 你真的是, 难不成是听说我被人提亲你才这般直接, 蓝忘鸡点点头, 我去怡灵, 听说了, 魏无羡仰头大笑, 笑着笑着又想起什么, 蓝颤, 咱们这般互通情义互诉忠常, 若是被你叔父知晓, 蓝忘鸡继续抱着他, 无妨, 叔父早已知晓我的心意, 魏无羡被这一句, 吓得从蓝忘鸡怀里蹦出来, 蓝颤, 你说什么, 蓝老先生早已知晓你的心意, 那, 那你今天直接将我带进静时, 蓝忘鸡拉住魏无羡的手, 继续将人抱在怀里, 没事, 魏无羡又恍然大悟, 蓝颤, 你别说云身不知处的弟子, 也都知道了, 蓝忘鸡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应该, 魏无羡咬牙切齿地, 将手放在蓝忘鸡脖子处, 我就说, 今日你这净是, 怎么这么多弟子进进出出, 还一个个行礼都带着笑, 蓝忘鸡, 你还我一世清明来, 蓝忘鸡将魏无羡抱到床上, 拉开被子, 魏英, 长老说了, 你需要多休息, 说罢, 便收拾了两人吃饭的残局, 又拎着石河出了静食, 自从魏无羡与蓝忘鸡, 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互通心意之后, 两人在静食甜甜蜜蜜, 相依相微, 消磨了好几日的光景, 这天, 魏无羡从蓝忘鸡暖融融的怀里爬起来, 收拾了自己之后, 坐到蓝忘鸡对面, 琢磨着张口道, 蓝湛, 我就告了几日的假, 我, 我还得回镖局去做事的, 蓝忘鸡起身走到魏无羡身边, 自从两人互通心意, 蓝忘鸡仿佛被打开了什么稀奇的开关, 整日黏着魏无羡, 就连魏无羡去拜见蓝起人, 蓝忘鸡也是紧挨着魏无羡站站着, 看得蓝起人直皱眉, 直简单地与魏无羡寒暄几句, 问了问魏无羡现今的活计, 魏无羡有问必答, 蓝忘鸡倒是满脸心疼, 蓝起人不忍直视, 碾力了几句之后, 便让魏无羡安心在静室住着, 好好调养身体, 打发两人回了静室, 等蓝忘鸡牵着魏无羡离开雅士, 蓝起人这才俯着胸口尝出一口气, 择了一声, 这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尝出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这蓝忘鸡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不就是和魏无羡心意互通了, 怎么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竟是, 魏无羡正在收拾东西, 便被蓝忘鸡抱住了腰, 坐到了对方怀里, 魏无羡带着几分无奈看她, 蓝湛啊, 我说的是真的, 我就让温宁帮我请了半月的假, 这几日就得回去呢, 不然回去迟了, 会被扣工钱的, 蓝忘鸡仍旧抱着魏无羡贴贴, 半点不及到, 没事, 到时遇见回去, 魏无羡愣了愣, 整个人都僵住, 蓝, 蓝湛, 你, 你知道了, 蓝忘鸡仍旧贴着魏无羡, 魏英, 如果你是指你金丹的事, 我知道了, 前几日, 长老把玩卖抓药时便告诉我了, 你没有金丹, 魏无羡吸了吸鼻子, 蓝湛, 没事的, 你看我, 虽然没了金丹, 不也修了轨道, 还混出了个仪陵老祖的称号, 蓝忘鸡的眼泪, 滴落在魏无羡搏梗, 魏无羡清晰的感觉, 我学到之后, 笑着道, 蓝湛,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应该夸我, 天纵奇才吗? 况且我这般天才, 说不准那一日, 还真能, 靠着怨气结单呢。 蓝忘鸡听着魏无羡的这些言语, 眉心紧紧地拧起, 片刻之后站起来, 大概收拾了一下静视, 便提着碧臣, 牵着魏无羡往出走, 魏无羡被他这一系列操作给整的,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连忙站住问道, 蓝湛, 你这是干嘛? 蓝忘鸡十分温柔地将魏无羡带到后山, 指着一头驴子道, 魏英, 你身体不好, 遇见容易感风寒, 骑驴好一些, 慢一点, 还可以休息。 魏无羡还在跟驴大眼对小眼之时, 蓝忘鸡已经掐着魏无羡的腰往上一抱, 轻飘飘便将魏无羡放到了驴背上, 还给他手中塞了个暖炉, 这才牵着缰绳迈步往山下走去。 路上, 魏无羡无数次凑近蓝忘鸡, 蓝湛, 其实, 我走两步也没事的, 蓝忘鸡也拒绝了无数次, 魏英, 坐好。 魏无羡看了看周围村民看他的眼神, 无奈地裁了半截衣袖舞在脸上。 就这样, 蓝忘鸡牵着驴, 驴驮着魏无羡, 两人一驴慢悠悠地赶着魏无羡假期的最后一天, 回到了仪陵, 蓝忘鸡带着魏无羡住进了客栈。 第二天, 魏无羡大摇大摆地去了镖局, 蓝忘鸡则收拾起整, 又一次站在了温家人租赁的小院门口。 温婆婆正在打扫院子, 听见敲门声连忙打开门, 一开门便看到蓝忘鸡那一张七双赛雪的脸, 见温婆婆出来, 蓝忘鸡先行了一礼, 温婆婆。 温婆婆连忙郑重还了一礼, 寒光君来了。 公子前些十日出去走标还未回来, 托阿宁帮他告了假。 蓝忘鸡点点头, 我找温情, 温宁也可。 说吧, 抬脚便进了院子。 温婆婆连忙将她带到上房, 端来茶水给蓝忘鸡倒上, 请姑娘前几日出门了, 阿宁跟着她四叔去收菜了, 看时辰估计也该回来了。 说着便往院外跑去, 不多时便带着温宁进来了。 温宁一进门, 就被坐在屋里手持避沉的蓝忘鸡 给吓得退了出来, 拉着温婆婆的手。 婆, 婆婆, 韩, 韩, 韩光君怎么来了? 温婆婆也没办法解答她的疑惑, 只得道, 我也不清楚, 她一进来就直说要找秦姑娘和你。 听到蓝忘鸡先是找温情再找她, 温宁莫名松了一口气, 这才拍拍衣摆, 搓搓脸颊, 进了门便对着蓝忘鸡行礼, 韩光君。 蓝忘鸡点点头, 上下打量了温宁一番, 与之前所见之时不同, 或许是在百姓之间生活久了, 也染上了几分人间烟火气息, 温宁的行动之间也比之前所见灵动不少。 温宁见蓝忘鸡也不说话, 只是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 心下更加忐忑, 韩, 韩光君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 蓝忘鸡点点头, 注视着温宁, 魏英的金丹, 温宁的表情立马慌张起来, 而蓝忘鸡的表情也越发冷冽。 半个时辰后, 魏无羡一手拎着一包糕点, 晃晃悠悠地从门口进来, 碰到温婆婆正要往外面走, 婆婆, 你干嘛去? 温婆婆笑着道, 阿怨快回来了, 我到前面迎迎她去。 魏无羡黑黑笑了两声, 婆婆, 今天我去接阿怨吧。 好久没逗小阿怨了。 说着, 将糕点递给温婆婆, 自己大步迈出院门。 屋内, 蓝忘鸡的手几度握上壁尘剑柄, 温宁眼神都戴上了惊恐, 整个人快要蜷缩在桌下, 听到屋外未无羡的声音, 蓝忘鸡瞬间冷静下来, 看向温宁, 温公子, 今日之事, 还希望你保密。 温宁点点头, 这, 这是, 自然, 也请韩光君, 保密。 随后陶一搬出了房门, 屠流蓝忘鸡, 在屋里端着一杯冷茶慢慢挫着, 神情凝重, 周身气势越发冷冽, 手中的壁尘慢慢捏紧, 将碗淫, 金光扇。 这一头, 阿怨一出学堂, 便看到了, 等在外面手里, 举着两串糖葫芦的胃无线, 一旁的好朋友戳戳阿怨, 莫怨, 那个是你叔叔吧? 阿怨点点头, 笑嘻嘻地拉着她, 跑到魏无线跟前, 玄宇哥哥, 你来接我啦, 接着美滋滋地接过魏无线手中的糖葫芦, 分给自己好朋友一串, 两人手牵手走在魏无线身后, 好朋友舔了舔糖葫芦, 问阿怨, 这不是你叔叔吗? 你怎么叫哥哥? 阿怨十分无辜地道, 他说叔叔显老, 让我叫他哥哥, 不叫就不给买玩具, 啊, 还可以这样吗? 是啊, 蓝忘机陪着魏无线, 在魏无线租下来的小院子里, 待了好些时日, 蓝忘机辨戏法班, 从乾坤袋中拿出几包药, 占据了温婆婆的主场厨房, 等一个时辰之后, 便会端出一碗黑乎乎的汤药, 要端到魏无线眼前, 蓝忘机总能收获魏无线各式各样, 为了逃避喝药而做出的奇葩举动, 比如今天, 蓝忘机刚刚端着药走进房门, 便看到魏无线偷偷摸摸往外跑, 蓝忘机将药碗放在桌上, 不轻不重地叫了声魏英, 只见那慌慌张张往外跑的背影, 瞬间将在原地, 片刻之后, 转身是一张僵硬又灿烂的笑颜, 蓝,蓝战, 蓝忘机点点头, 往前几步将魏无线揽在怀里抱到房内, 将要挽凑到魏无线唇边, 魏英, 趁热, 魏无线将硬着脸, 跟蓝忘机磨蹭, 蓝战, 能不能稍微等等, 我稍微亮亮再喝, 又撒娇道, 蓝战这药真的很苦, 蓝忘机又变戏法般, 从袖子中掏出一块糖, 放在药碗旁边, 直直看着魏无线, 魏无线被看得坐立难安, 便十分豪迈地端起了药碗一饮而尽, 准备去拿放在一旁的糖, 忽然又想起什么一般, 将糖捏在手中, 却整个人凑上前去, 将唇贴在了蓝忘机唇上, 还好死不死地用舌头舔了舔对方的嘴唇, 蓝战, 你看吧, 是真的苦, 我可没骗你, 蓝忘机被魏无线这一操作, 惊得愣在当场, 等反应过来, 魏无线已经美滋滋地含着糖, 坐回了原处, 蓝忘机勾了勾嘴角, 长臂一身, 贴上魏无线, 细细品尝好一会, 这才松开到, 现在是甜的, 魏无线憋着嘴, 将自己坐的椅子挪到了蓝忘机够不着的地方, 端着茶水吐槽他, 蓝战啊蓝战, 要不是我修鬼道, 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被什么奇怪的东西给附身了, 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线, 认真地拿出帕子来擦拭壁尘, 魏英, 我所做, 不过遵从本心, 魏无线撇嘴, 难不成你的本心, 其实是无时无刻都想着, 如何将我雕毁你的近视, 想方设法地占我的便宜, 蓝忘机微微点头, 魏无线瞠目结舌, 半赏, 扑上前去摇晃着蓝忘机, 哪里来的妖魔鬼怪, 把那个冰清玉节不染尘埃, 一本正经的寒光君还回来, 蓝忘机将避尘还翘, 一手拥住魏无线, 魏英, 长老说了, 这几副药喝完, 可以停一段时间, 魏无线终于喝完了蓝忘机乾坤代理的药, 开开心心地甩着袖子, 去镖局领了烫走镖的任务, 开心地跟蓝忘机道别, 蓝战, 我得去压一趟镖, 等我回来了, 就去姑苏找你, 蓝忘机摇摇头, 表示魏无线没必要奔波, 魏英, 你这趟镖, 去何处? 魏无线头也不抬得收拾东西, 好像是要去云中, 蓝忘机点点头, 我近期也要去夜列一番, 魏无线跟着镖队又出发了, 出发前温情听说他又要出门, 特意赶回来帮他配了好些药丸子, 在银针的威力之下, 魏无线答应会乖乖吃药, 等魏无线出发后, 蓝忘机也收拾了行囊, 提着避陈一步一步离开了仪陵, 清禾, 蓝忘机站在清禾涅士的大门前, 不多会, 便有一人匆匆迎出来, 口中道, 哎呀, 忘机, 可真是稀客啊, 快来快来, 蓝忘机先行了一礼, 赤丰尊, 聂明觉连忙跑过去扶他, 忘机, 快进去, 又大嗓门喊人, 怀桑, 聂怀桑, 不好好练刀, 又跑哪儿去了, 说着越发暴躁, 来人, 去找聂怀桑在哪儿, 找到了, 绑回来, 蓝忘机听着聂明觉的语气, 不着痕迹的皱皱眉, 等众人都在会客厅落座, 蓝忘机这才抬眼看向聂明觉, 只见聂明觉面上皱纹比之前见时又多了数条, 尤其眉心一道竖文, 深得略有几分恐怖, 聂明觉十分和蔼地问蓝忘机, 忘机, 此次来是有事, 蓝忘机摇摇头, 前些十日, 兄长下山游历, 下山前嘱咐忘机定期往清河, 聂明觉闻言, 饶有兴趣地道, 西尘竟然下山游历, 蓝忘机点点头, 是, 兄长自从上次金陵台清谈会, 失言断人心性, 自觉不足, 回去便毙了关, 前些十日出关, 言自己心境上仍有不足, 便下山游历去了, 聂明觉点点头, 嗯, 关于魏公子已因虎服摄政护议成的消息, 我也有所听闻, 真乃大丈夫事也, 聂某此前, 对他多有误解, 若有机会, 当当面向魏无羡公子致歉才是, 蓝忘机也点点头, 看了看聂明觉, 兄长下山前, 特意嘱咐忘机, 定时往清和为赤丰尊弹奏清新音, 聂明觉也点点头, 之前确实一直是拜托了二帝, 这次便麻烦忘机了, 蓝忘机摇摇头, 无事, 此乃忘机分内之事, 一曲终了, 蓝忘机轻抚琴弦, 聂明觉长出一口气, 睁开眼睛, 多谢忘机了, 蓝忘机抬眼直视聂明觉, 半赏, 才憋出一句话, 赤丰尊, 聂使刀法修习者暴毙者居多, 可是与怨气有关, 聂明觉表情一僵, 啊, 这, 蓝忘机起身行了一礼, 赤丰尊勿怪, 忘机曾见魏英修炼怨气, 故而对此略有了解, 聂明觉叹了口气, 既然你提出来了, 那也就不满你了, 我清和聂使修习刀法, 但因着先祖屠夫起家, 刀法暴力, 虽然修为精湛, 但对修习者影响确实巨大, 以前一直寻不到缘由, 今日忘机你提起怨气, 倒是从来无人往此处想过, 蓝忘机捏了捏手指, 鼓足勇气道, 赤丰尊, 若是真的无法, 不如找魏英帮忙, 当时之中, 对怨气有研究者, 无能出其诱者, 聂明觉为难地张了张嘴, 可这, 刀法乃我聂使家传, 如蓝氏清新音一般, 蓝忘机思索片刻, 提议道, 赤丰尊, 不如这样, 我与聂二公子一道上乱葬岗寻魏英, 请他帮忙如何, 聂明觉仍旧为难, 蓝忘机见状, 又添了一把火, 魏英早已退出云梦江市, 聂宗主若是担忧, 不如请魏英入清和聂室, 对外只说, 您敬佩魏英品格, 如此, 也不算家族心法外传, 聂明觉皱着眉, 仍旧思索, 蓝忘机继续添柴, 其实, 魏英与聂二公子也是至交好友, 前些十日, 连方尊寻了兄长, 祈求学习清心音, 叔父也是亲自教导, 赤丰尊也可如此效仿, 聂明觉有所松动, 只是, 我已与西晨和金光瑶结拜, 再与魏公子结拜, 怕是不妥, 蓝忘机松了口气, 无需赤丰尊出面, 只聂二公子与魏英结拜便可, 蓝氏听学众人皆知, 聂二公子与魏英臭味相投, 聂明觉展开眉心, 那便劳烦忘机, 择日带怀桑往乱葬岗走一遭, 且看魏公子能否出手帮忙吧, 蓝忘机摇摇头, 赤丰尊不必忧心, 灭怀桑去, 魏英定然相邦, 魏无羡这一趟飙走得十分顺利, 不过两个月, 便返回了怡陵, 等他推开院门的时候, 看了看院中的情景之后, 又退了出去, 确认自己没有走错地方后, 再次打开了门, 只见自己出门前, 还宽宽敞敞清清静静的院子, 已经变了一番模样, 这头房檐下挂着几个笼子, 里面的几只鸟叫此起彼伏, 另一头则放着几盆, 看起来品相就不一般的兰草, 温婆婆的菜地被挤在一旁, 显得稍有些可怜, 魏无羡迈迈步走进院中, 刚进门就喊婆婆, 四叔, 阿怨, 我回来了, 温婆婆听到声音张着两只手跑出来, 手上还粘着一些细碎的菜叶, 见魏无羡回来, 十分开心地跟他说话, 公子回来了, 这次可辛苦, 正好我在做饭呢, 公子先进屋去, 好好休息一下, 饭好了, 我喊你, 魏无羡笑嘻嘻地戳了戳笼子中的一只化眉, 婆婆不急, 咱们等等四叔温宁和阿怨吧, 又吹口哨逗了逗另一只翠鸟, 婆婆, 这是从哪里来的小鸟, 难不成是阿怨弄来的, 嘿, 小子还挺有眼光, 这几只鸟品相都不错, 温婆婆笑着摇摇头, 公子, 你莫不是忘了, 阿怨才几岁, 哪里懂得这些, 况且, 他要是喜欢这些, 别说秦姑娘和公子, 我先上手揍他, 又转回原先的话题, 这些是那位聂公子拿过来的, 魏无羡跟着温婆婆进了厨房, 抢先温婆婆一步拿起菜刀切菜, 边切边问, 聂公子, 哪里来的呀, 难不成是清和聂是聂二公子不成, 温婆婆将米下了锅, 灶里添了火, 点点头, 是的, 聂二公子跟着韩光君来的, 说是有事情请公子帮忙, 魏无羡脸色顿时白了起来, 是蓝湛带过来的,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 温婆婆听出魏无羡语气不对劲, 韩光君说了, 这是没坏处, 对公子你和大家都好, 魏无羡皱了皱眉, 婆婆你也没听说是什么事吗? 温婆婆摇摇头, 不知道, 不过看起来大概是那位聂公子 有求于公子你的, 魏无羡看向一旁握着烧火棍不紧不慢的温婆婆, 婆婆, 你怎么看出来的? 温婆婆笑眯眯地揭开锅盖搅了搅, 因为韩光君看起来不急不慌的, 那位聂公子就十分焦急地问了好几次公子究竟何时出关, 魏无羡呼出一口气, 这才放下心来, 那就好, 那就好, 等魏无羡三下两下帮温婆婆切完菜, 一样张着手走出厨房的时候, 就看到蓝忘机在前, 一张脸面冷若冰霜, 后面跟着的聂怀桑, 整个人都带着几分忐忑不安的气质, 蓝忘机看到魏无羡正, 张着手站在院中, 顿时脸色就软和下来, 魏英, 魏无羡十分开心地往前蹦跌了两步, 扑进蓝忘机怀里, 两只手悬空举着, 十分开心地冲蓝忘机笑, 蓝战, 你来了, 蓝忘机点点头, 然后牵着魏无羡的手腕去院里水井边上给他洗手, 魏无羡笑得都能看得到牙花, 聂怀桑在一旁, 看得直搓牙花子, 看那两个腻腻歪歪, 洗个手又贴一起去, 你碰碰, 我我碰碰你, 聂怀桑没忍住, 坑, 大概是声音太小, 聂怀桑并没有显现出自己的存在感, 水井那边的一对洗完手, 又轻轻热热往屋里去了, 聂怀桑终究是没忍住, 大声地咳了一声, 魏无羡被这一声带着撕裂的咳声给惊到了, 就这被蓝望鸡牵着的姿势伸出头往聂怀桑方向看, 聂兄啊, 您的嗓子, 还好吗? 聂怀桑捂着喉咙, 半嗓才盯着魏无羡说了一句话, 魏兄, 您这眼里, 是终于看得到我了, 魏无羡愣愣了愣, 眯起眼睛看向聂怀桑, 聂兄, 你最近又看了什么新的画本子, 怎么着这话说的, 跟后宅里面多少年没迎来夫君宠爱的女子一般, 聂怀桑仗着魏无羡在场, 十分悠远地瞪了蓝望鸡和魏无羡两人一眼, 是啊, 我站在这里快一刻钟, 魏兄眼中只有自家情郎, 蓝望鸡看了看聂怀桑, 转头对魏无羡道, 魏英, 咱们去屋里, 聂二公子有事寻你帮忙, 魏无羡对着聂怀桑一礼, 那聂兄, 屋里请, 聂怀桑也煞有介事地行了一礼, 叨扰了, 屋里, 魏无羡随意直直椅子, 聂兄随便坐, 然后自己扮了一张凳子, 往蓝望鸡旁边挪, 聂怀桑举起扇子挡住眼镜, 等魏无羡终于坐好了, 这才放下扇子, 正色道, 魏兄, 实不相瞒, 此次我来找你, 主要是两件事, 魏无羡捏着蓝望鸡, 衣袖把玩, 十分随意地点点头, 嗯, 聂兄你说吧, 什么事? 聂怀桑捏了捏扇饼, 这第一件事吧, 是因为我大哥, 魏无羡不完衣袖了, 看向聂怀桑, 赤丰尊怎么了, 生病了吗? 聂怀桑摇摇头, 又点点头, 是这样的, 我大哥最近炼刀越发勤快, 脾气也越发暴躁, 之前韩光君提起, 说是不是跟怨气有所关联, 想请魏兄帮忙看看, 若真是怨气的问题, 还得麻烦魏兄出手, 毕竟, 说起对怨气的了解, 你是此阶第一人啊, 魏无羡摆摆手, 聂兄有点言过其实, 不过你说的这个, 我倒是有兴趣, 又看向蓝忘机, 蓝湛, 你是怎么想着赤丰尊这情况, 和怨气有关呢? 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 赤丰尊与兄长交好, 自清新音时, 那日我替兄长去为赤丰尊弹清新音, 发觉赤丰尊听琴音与你听之时, 有些许相似, 魏无羡摸摸下巴, 听你这说法, 估计就算不是怨气, 也是跟怨气类似的东西, 看向聂怀桑, 那聂兄, 你打算何时安排我去见一见赤丰尊? 毕竟你说这事, 跟大夫诊病一样, 得见见病人才行, 灭怀桑点点头, 这个我清楚, 我今日便去寻兄长过来, 魏无羡也点点头, 那别忘了让赤丰尊带上他的配刀, 我一起看看, 灭怀桑连连英事, 魏兄你在这里稍等, 我明日便带兄长过来, 蓝忘机和魏无羡这对小情侣, 刚确定心意, 便分开了粤鱼, 自然是好好的你浓我浓了一番, 等温婆婆做好饭菜出来, 喊他们吃饭的时候, 魏无羡仍旧和蓝忘机贴在一起说话, 都是分享他这一路上所见所闻, 蓝战, 你不知道, 这世道, 普通人真的太难活了, 前些年的摄日之争, 好多普通人都被温氏抓取, 好多田地, 都是好地, 却因为没人种, 只能慌着, 一旁的温婆婆将饭菜端出来, 公子快带韩光君过来吃饭, 魏无羡应了一声, 牵了蓝忘机, 过去桌子边坐下, 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筷子菜, 放进蓝忘机面前的碗里, 蓝战, 尝尝这个, 这个菜是我切的, 婆婆都说, 我刀工好, 蓝忘机眼含笑意, 夹了菜做事要吃, 见魏无羡捏着筷子笑嘻嘻看他, 筷子一转, 味到了魏无羡嘴边, 魏鹰, 张口, 魏无羡条件反射地张开嘴巴, 正好吃了一口菜, 看向蓝忘机, 蓝战, 我是让你先吃, 蓝忘机掏出圈帕, 将魏无羡嘴角的油渍擦去, 你风尘仆仆远道而归, 该当多吃一些才是, 又给魏无羡碗里加了菜, 我已联系温情, 他明日便道, 魏无羡张大了嘴巴, 愣了愣, 这个, 不是跟聂兄说好他和赤丰尊过来吗? 温情再来, 会不会有点, 蓝忘机摇摇头, 无碍, 有聂兄和我在。 第二日, 魏无羡起床打开房门, 刚伸了个懒腰, 就看到阿怨背着书带准备出门, 魏无羡连忙喊住要送他的温宁, 今日你帮婆婆劈些柴火, 我去送阿怨。 阿怨见到魏无羡, 眼睛先是亮了一亮, 听魏无羡说他要送, 嘴角都撇了下来, 灵机一动到县哥哥你刚刚回来, 应当先好好休息。 魏无羡跑过去抱去阿怨, 快走吧, 你快要迟到了。 阿怨, 有钱哥哥, 有钱哥哥, 有钱哥哥。 阿怨的喊声刚落, 房门应声打开, 蓝忘机站在门口, 看着抱着阿怨的魏无羡, 淡淡说了一句, 魏英, 魏无羡愣了愣, 蓝湛你也醒了呀, 要不要一起去送阿怨去学堂啊。 蓝忘机看了看魏英, 略微点点头, 出了房门, 走吧。 一路上, 阿怨被魏无羡抱在怀里, 痛苦地捂住头, 看着魏无羡, 十分黏黏呼呼地和蓝忘机说话, 两人一路边走边聊, 在经过学堂门口的时候, 魏无羡目不斜视, 继续黏着蓝忘机往前走。 阿怨眼睁睁看着魏无羡抱着自己边走边聊, 自己离学堂越来越远, 终究是没忍住, 扯了扯魏无羡的病发, 献哥哥, 走过了。 魏无羡反应过来, 啊? 怎么了? 阿怨直指已经被三人经过的学堂, 献哥哥, 学堂在那儿, 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 略带几分恨铁不成钢, 哎, 要是按着献哥哥你这样走, 今天我是进不去学堂了。 魏无羡瞪大眼睛看着阿怨, 蹭蹭几下, 从他怀里下来, 蹬蹬蹬往学堂跑去, 边跑边喊, 献哥哥, 晚间放学, 我跟着阿和跌跌回家的, 你和有钱哥哥好好玩哦。 魏无羡, 无语地看向蓝忘机, 却正好捕捉到对方脸上的笑意, 什么尴尬晚尊, 全都烟消云散, 只剩下惊喜, 蓝战, 蓝忘机也十分温和地看向魏无羡, 正巧九楼小李经过, 看到魏无羡先是喊了一声小莫, 走到跟前才发现, 魏无羡身旁的蓝忘机, 瞬间脑子转得飞快, 又做出一副着急的模样, 小莫你走标回来了啊, 这位是你朋友吧, 精忙, 改天有时间来后厨, 大家都念叨你呢。 说完, 对着魏无羡笑得十分暧昧, 到时候带上你这位朋友啊。 魏无羡笑着, 答应了几句, 等小李离开, 又看向蓝忘机, 走吧, 蓝战, 咱们也该回家了。 过了几日, 魏无羡的小院子迎来了聂氏两兄弟, 聂明觉进门第一见识, 便是对着魏无羡深深意礼, 先前聂某失言, 对魏公子妄加平叹, 在此给魏公子赔个不是。 先前的事, 真是对不住。 魏无羡还站在院中, 手中捧着茶杯, 连忙站起来还礼, 赤丰尊严重了。 几人寒暄一番后, 纷纷落座。 聂明觉喝了一口茶, 急不可耐地看向魏无羡, 魏公子, 此次确实要劳烦你了。 魏无羡顶着聂明觉热烈的目光, 硬着头皮道, 这个, 赤丰尊, 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聂明觉十分大方, 无妨, 魏公子人品, 怎么着, 我都是信得过的。 魏无羡沉吟片刻, 看向聂明觉, 既然赤丰尊这般信任, 那您这配刀便借我研究一段时间, 又顿了顿, 看赤丰尊脸色不是很好, 正好我家情姐精通医术, 若是赤丰尊信得过, 正好他也在, 让他帮你诊断一番身体如何。 听到魏无羡提及情姐, 聂明觉也并未在意, 大方道, 既是魏公子你的亲人, 那就请那位情姑娘帮我看诊一番吧。 正好此时, 温情端着魏无羡的药碗走过来, 魏无羡老远便闻到那一股子味道, 情姐, 我已经喝了好几日的药了, 是不是能停一停? 温情面无表情地将药碗塞到蓝忘姬手中, 眼神示意, 快, 给他灌下去。 蓝忘姬对着温情抱以同样的面无表情, 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药碗, 咳了一声, 将药碗递到魏无羡嘴边, 到魏英, 魏无羡苦着脸看蓝忘姬, 蓝忘姬叹口气, 对着魏无羡笑了一笑, 魏无羡顿时被迷得昏七八素, 也不管别的, 直接将嘴边的药一口闷了, 姿态比当年跨坐在云深不知处院墙上, 痛饮天子笑, 还要潇洒痛快几分。 温情这才满意地接过空晚, 蓝忘姬十分眼疾手快地, 给魏无羡塞了一块蜜剪, 甜滋滋的滋味, 让魏无羡眼睛都眯了起来。 情姐,这位赤丰尊, 我看他面色也不好, 还得要麻烦你帮忙整整脉。 一旁的聂怀桑连忙接着行礼, 有劳情姑娘。 温情点点头, 走到聂明爵身旁, 皱着眉按上对方手腕, 片刻之后, 抬眼看像聂氏兄弟。 赤丰尊身体颇多亏空暗伤, 况且干火过旺, 长辞以往, 有损受命。 此言一出, 聂怀桑被吓得跌下了凳子, 一旁的聂明爵一听这话, 再一看温情长相, 忽然拍桌而起, 温室于聂。 你竟敢这般胡言乱语。 温情波澜不惊, 看了看聂怀桑, 眼神中露出几丝怜悯, 继续道, 他这样多长时间了。 聂明爵更加暴躁, 聂怀桑。 温情半点不怕, 一针扎下去, 聂明爵瞬间安静下来, 只剩下两只眼珠子能来来回回地转。 聂怀桑从地上爬起来, 看温情的眼神瞬间变得崇拜起来, 十分麻利地回话。 前几年还没这么异怒, 自设上次征战结束, 这脾气是越发暴躁, 越发异怒, 尤其今年。 仿佛每餐吃的不是饭食, 而是炸药一般。 魏无羡眼睁睁看着聂怀桑, 将自家亲生大哥形容成一根人形炮杖。 而聂明爵眼中的怒气越来越重, 等聂怀桑终于说完, 温情聊了聊眼皮, 行, 赤丰尊这情况, 建议尽些时日停止修行, 专心调养身体。 若是赤丰尊与聂二公子信得过, 我去煎药。 聂怀桑连忙行礼, 信得过信得过, 那就劳烦情医师了。 又环顾四周, 枕金改日便有人送来。 温情十分高贵冷艳地点点头, 没事, 反正我要帮魏无羡调养, 只是顺手的事。 端着空丸往后除走, 路过聂明爵时, 顺便拔走了聂明爵身上的银针。 等温情走远, 聂明爵这才皱着眉头, 看向魏无羡, 魏公子, 你, 与这温是余孽, 可是有渊源。 魏无羡摆摆手, 赤丰尊有所不足。 当年莲花雾血暗后, 我身受重伤。 江宗主被温潮求于莲花雾, 连老江宗主和于夫人尸骨也无法去收敛。 当时是温宁, 因着我在清坛会时帮他说了几句话, 便从莲花雾地牢就出了江宗主, 还帮忙收敛了老宗主夫妇的尸骨, 就连小江宗主如今的法器子殿, 也是温宁帮忙拿到的。 魏无羡顿了顿, 赤丰尊有所不知, 不仅如此, 当年我与江宗主、 金少夫人一起逃亡之时, 是温情收留了我们, 还帮我们掩盖行踪。 这般恩情, 我若不报, 岂非人哉? 聂明爵瞪大眼睛, 连连拍桌, 竟是这般。 江婉银那思, 忘恩负义。 魏无羡不明所以地看向聂明爵, 一旁的聂怀桑帮忙补充, 魏兄, 韩光君, 你们有所不知, 你于穷其道就走温宁, 金灵台清坛会上。 江宗主也是轻飘飘, 说了一句, 温情温宁与云梦江世有恩变罢, 可丝毫未提及, 是这般天大的恩情。 聂明爵也是满面惭愧, 哎, 早知是这样的真相, 当时我多问几句好了。 也不至于让温情姑娘和温宁公子 陷入这般境地又恨恨一拍桌子, 聂怀桑, 传信家里, 将与云梦江世有所牵连的生意 慢慢脱手出去。 我清和涅世, 休予与此等望恩负义, 狼心狗肺之辈为武。 魏无羡笑笑, 赤丰尊果真是极恶如仇, 又这般通情达理。 这心性, 常人难及。 魏无羡映应成了清和涅世的请求, 连夜游蓝忘机, 陪着上乱藏岗浮墨洞闭闭关去了。 小院中, 就剩下涅世两兄弟和温情温宁婆婆四叔阿怨几人。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终于出现在小院中, 涅槐桑连忙迎上去, 魏兄, 韩光君。 魏无羡点点头, 涅槐啊, 我这, 虽然有点眉目, 但还是有负所托啊。 涅槐桑神情顿时激动起来, 眼里透出一丝期盼之意, 魏无羡也不跟他卖关子。 我研究了一番赤丰尊的配刀, 发现这刀上所带戾气与杀气甚重。 我猜测, 你们家族的刀法, 大概也是利用戾气和杀气, 这倒是与我所修轨道竖法有几分相通之处。 我尝试着用怨气压制了一番, 竟然还能将刀上的戾气和杀气消磨些许, 便拿出一枚玉佩, 我在这枚玉佩上刻了法阵, 以怨气压制, 天长日久, 说不准就能将这刀上的戾气给消磨殆尽。 又顿了顿, 至于赤丰尊暴躁易怒的情况, 我觉得大概是受到佩刀上所带戾气和杀气的影响吧。 否则, 若真是心法问题, 可不仅仅是单听清心音就能有所缓解, 魏无羡还未说完, 聂怀桑已经对魏无羡行了大礼, 魏兄, 怀桑在此败谢, 自今日起, 你便是我聂怀桑的亲兄弟, 魏无羡连忙摆手, 什么呀, 我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况且, 这都是我的猜测, 灭明爵顶着满头银针出来, 怀桑说得对, 也对着魏无羡行了一个大礼, 我看今日吉星高照, 风和日丽, 不如, 魏公子与怀桑结拜吧, 自此以后, 你便是我亲和聂氏三公子, 灭怀桑, 快去准备相案, 咱们今天就结拜, 灭明爵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灭怀桑也连连点头, 灭明爵看他这模样, 又吼了一声, 那你还不快去, 屋里, 温情的声音更加暴躁, 灭明爵, 谁让你喊那么大声的, 哀怨又写歪了, 还有, 谁让你扎着针跑去外面, 还不快滚回来, 灭明爵一听到这话, 忙不迭地回了屋, 还不忘低声嘱咐, 等我扎完针, 你们俩在行礼啊, 魏无羡看了看灭明爵, 又看了看院子里, 波澜不惊摘菜的温婆婆, 戳戳涅怀桑, 这, 赤丰尊这么听话的吗? 灭怀桑捂着嘴角, 刚开始也不听话, 跟秦姐杠, 杠一次被扎得更狠一回, 几天下来, 我哥对秦姐, 那是言听计从, 又凑到魏无羡耳边, 你知不知道, 秦姐有没有心上人? 魏无羡瞪大眼睛, 你有几条命啊? 赤丰尊可是当初说出温性同罪的人, 秦姐可姓温啊。 灭怀桑无所谓的摇摇扇子, 没事, 人这一生, 总归是有那么几次, 要将说出去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吞回去的。 况且, 我大哥不是已经处于这个阶段了, 魏无羡瞪大眼睛, 聂兄, 你听我一句劝, 把你这个危险的想法赶快打消, 不然, 我怕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毕竟, 轻易不要得罪一事。 魏无羡与聂怀桑结拜, 并加入清河聂氏的消息, 传遍了仙门百家, 就连乱葬岗上的温室残部, 也跟着魏无羡一并下了山。 对此, 蓝灵金氏颇有微词, 金光瑶甚至亲自往清河走了一遭。 聂怀桑也张贴出魏无羡的原话, 一时间, 整个修真界流延四起。 魏无羡加入清河聂氏的消息传到蓝灵, 金光扇紧皱着眉头, 挥退, 环绕身边的美人们, 使人换来金光瑶。 金光瑶一进门, 十分敏感地发觉金光扇的心情不怎么好, 迅速扯出一个完美的笑容, 行了一礼, 父亲。 金光扇见他进来, 看了他一眼, 慢悠悠地开口, 清河聂氏公告, 魏无羡加入清河聂氏, 这件事你怎么看? 金光瑶笑笑, 父亲, 那又能如何? 众所周知, 乱葬岗怨气爆发, 夷灵老祖以鹰虎辐射阵, 不仅困住了怨气, 也困住了他和温氏残暮, 便是清河聂氏公告, 以那位魏公子的死心眼, 估计等闲也不会下山。 金光扇皱眉, 看向金光瑶, 你, 了解魏无羡? 金光瑶摇摇头又点点头, 差不多吧, 那位魏公子一直自视甚高, 又十分有情有义, 金光扇摸了摸胡子, 插着腰看金光瑶, 你的意思, 纵然不能成为我们的助力, 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阻力。 金光瑶表示赞同, 金光扇又面露遗憾, 可惜, 鹰虎辐这般法力巨大的法器, 竟然是被拿来做了阵眼, 这位魏公子真的是心怀天下了。 金光瑶笑了笑, 顾苏兰是兰先生都说, 魏公子心怀众生。 金光扇叹口气, 魏无陷入, 清和涅士也无妨, 毕竟你也和涅士宗主, 蓝士宗主结拜, 只是这云梦将事, 最近这民间风平, 着实有些一言难尽。 金光瑶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有所耳闻, 而且看那位江宗主和少夫人, 那些消息大概都属实。 金光扇点点头, 如此说来, 这位江宗主的心性, 倒是别出一格。 又看了看金光瑶, 你去安排一下, 我准备为子轩选一门平妻, 尽量挑加封纯正, 心性上乘者为先。 金光瑶领命, 下去干活了。 魏无羡跟聂怀桑 在仪陵的小院子里摆了相案, 在聂明爵的主持下, 结拜成了兄弟。 魏无羡和聂怀桑 从地上爬起来, 魏无羡一拍聂怀桑的肩膀, 歌。 聂怀桑也十分亲热地拍拍魏无羡的胸口, 好兄弟。 以后多多关照啊。 聂明爵也十分开心地拍拍魏无羡的肩膀, 三弟。 魏无羡笑着点头, 大哥, 吃药了。 温情端着盘子走过来, 将要晚一次分发给几人, 聂明爵一晚, 魏无羡一晚, 甚至连聂怀桑也有一晚, 魏无羡看了看聂怀桑, 疑惑道, 哥呀, 虽然咱们结拜了, 说什么有苦同当, 有难同享, 但也不至于连苦药都要同享吧。 聂怀桑捧着药碗, 十分敬佩地, 看着温情远去的背影, 转头对着魏无羡, 挤眉弄眼, 兄弟呀, 你这就是高看我了, 这是风寒药, 我前几日炼刀受了粮, 请医师给我开了药。 魏无羡张大嘴巴, 聂明爵从旁伸出药碗, 来吧三弟, 咱们也要带酒, 共饮此杯。 说吧, 聂氏两兄弟, 十分积极地举着药碗, 跟魏无羡的药碗碰了碰, 仰伯将要一饮而尽, 魏无羡也抽搐着嘴角喝完了药, 聂怀桑苦着一张脸, 从袖子中掏出几块蜜剑, 分给聂明爵和魏无羡, 来, 好兄弟就是要同甘共苦。 正巧下了学堂的阿苑, 推门进了院子, 就看到三个大人围在一起分蜜剑, 顿时蹬蹬蹬跑上前去, 伸出一只小手, 我也要, 三人往下一看, 一只小手手心向上, 再一看, 阿苑小小一个人, 背着书带插着腰站在那里, 聂怀桑笑得十分温柔, 往阿苑手里放了一颗蜜剑, 阿苑回来了, 今日在学堂怎么样啊? 先生教的都听懂了吗? 阿苑一咧嘴, 嘿嘿, 都好, 可开心了。 魏无羡抱起阿苑, 哎呀, 阿苑这么喜欢读书啊, 将来是要做个先生吗? 阿苑摇摇头, 做先生有什么威风的, 也就管得了自己的学生, 我要做医师。 做情姑姑那样的医师, 说着瞥了聂明爵一眼, 不管多厉害的人, 都不敢得罪我, 不听话, 我就拿针扎他。 嘿嘿, 魏无羡和聂明爵 对于阿苑抱以十分的敬意, 魏无羡也十分恭敬地 将阿苑放回地上, 那未来的阿苑医师, 你先去好好复习功课吧。 阿苑医师点点头, 夺着不离开了。 魏无羡含着蜜蜒, 靠着蓝望鸡, 聂明爵揉了揉眼睛, 三弟, 你如今入了清和涅室, 之前的事情也都说清楚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魏无羡愣愣了愣, 啊? 大哥, 怡陵老祖不是还要镇守乱葬岗的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聂明爵运起, 聂怀桑哆哆嗦嗦嗦打开扇子, 说的是你和旺姬, 你们俩打算一直这样, 没名没分下去。 魏无羡愣了愣, 什么名分? 这, 我俩也不可能成亲的呀。 聂明爵再三运起, 又闭了眼睛压了下来, 睁眼看向蓝旺姬, 旺姬, 你是什么打算? 蓝旺姬对着聂明爵郑重义礼, 择日会请叔父往清和商议节道一事。 魏无羡被吓得站起来, 蓝, 蓝站, 节, 节道。 蓝旺姬微微点头, 一旁聂明爵也是满意地端起茶喝了一口, 这般最好。 魏无羡瞪大眼睛, 不是, 我还要在乱葬岗上镇压怨气的呀。 聂明爵十分无所谓, 聂怀桑在一旁帮枪, 没事啊, 到时候你与韩光军截道之后, 韩光军可以上乱葬岗帮你镇压怨气的。 你们只是截道, 又不是你嫁给他。 魏无羡瞪目皆舌。 过了几日, 有人看到, 顾苏蓝是蓝先生带着韩光军往清和走了一遭, 等两人出来, 就宣布了韩光军将与仪陵老祖节道的消息。 众人惊掉了下巴, 摄日之争的时候, 那两人不是亡不见亡, 见面便掐吗? 怎么这才没几年, 就, 就节道了。 嘿嘿, 你小子, 还是单纯了, 当年摄日之争的时候, 韩光军看老祖的眼神就不怎么清白, 之前穷奇道, 不也是韩光军放走了仪陵老祖和温氏残部?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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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能说清楚了, 当初穷奇道, 韩光军为什么会放走仪陵老祖了? 不过, 你们说, 这姑苏蓝氏也是家风开明, 竟然能允许家中子弟与男子节道。 没见识了吧, 顾苏蓝是第一任家主的道旅便是男子啊。 哎呀, 这样一看, 云梦江氏真是窥大发了, 此言怎讲? 你看啊, 这仪陵老祖与韩光军节道, 仪陵老祖可是已经入了清和涅室, 这不就是涅室和蓝氏联姻, 原本蓝涅两家宗主便已结拜, 如今更是亲上加亲, 这一次, 云梦江氏亏惨了, 蓝灵金氏也有点亏呀, 虽然脸方尊和两位宗主结拜, 但是总归联姻更为亲近一些。 哎, 李兄这话有诗偏颇, 向来是兄弟如手足, 道理如衣服吗? 哦, 我见过断手断脚的人不少, 但是光天化日不穿衣服之人, 在下可是从未见过, 便是有那么一两个, 人们大多都称呼他们为疯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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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阵爆笑声响起, 蓝灵金氏, 金光善叫来金子轩和金光瑶, 先问金光瑶, 阿瑶, 之前让你留意的是, 你寻摸得如何了? 金光瑶点了点头, 父亲, 我派人四下查访, 安阳阳氏不失为好人选。 这家小姐年方二八, 阳宗主家中锦衣妻一妾, 妻妾和睦, 家风纯正, 阳氏大公子为人正派, 在当地颇有美名, 杨小姐一时温柔大方, 容颜娇美, 金光善满意地点点头, 子轩, 我为你选了一门平妻, 就是这安阳阳氏的小姐。 金子轩皱起眉, 父亲, 虽然我对姜氏不甚满意, 但好歹她也生了阿玲, 这, 丽萍妻, 是不是有点? 好歹也要看一看阿玲的面子啊, 金光善横眉竖眼, 一甩衣袖, 哼, 要不是看在阿玲的面上, 我早已命你修了那僵尸, 那般不检点的女子, 怎配为我兰陵金氏未来宗妇? 金子轩也想起, 江燕离婚前闹出了那一摊子, 也皱起了眉, 看了看金光善, 那便依父亲的安排。 金光善满意地点点头, 阿瑶你安排人, 往安阳阳市走一遭, 说何说何, 然后你亲自带人去下聘, 金光瑶领命, 十分恭敬地退下。 姑苏兰氏要和清禾涅氏联姻的消息传出来, 众说纷纭, 在得知具体人选, 更是掀起了千层浪。 这宜邻老祖和韩光君, 怎么就凑到一起去了? 姑苏兰氏不是说有三千条家规, 竟然还能让韩光君, 和一个男人成婚。 断秀啊, 难得那位蓝老先生竟然啃。 嗨, 这都是人家世家的事情, 跟咱们有多大关系, 反正人家两情相悦, 在一起也是理所应当啊。 哼, 自古以来, 男女结合, 阴阳相调, 如此方为正道。 韩光君和老祖此举, 到底有些许不妥。 嘿, 老爷子, 人家家里长辈没反对, 轮得到您在这里, 说不妥。 要我说, 韩光君和宜邻老祖, 倒是十分般配, 一样的心怀百姓, 韩光君逢乱必出, 老祖也是, 以深圳乱藏岗怨气, 哪一个不是真心实意地为咱们这些普通人着想? 就是啊, 想当年, 韩光君和老祖也是公子榜排行第二和第四的人物啊, 能不般配吗? 那第一和第三是? 第一不就是泽吴君, 韩光君的兄长, 不过听估苏兰是传出来的消息, 这位泽吴君别的哪儿都好, 就是有点缺心眼。 第三, 就是蓝灵金是那位少宗主了, 那位可是能让江氏大小节孝妻将将结束, 便嫁了过去的呀。 说泽吴君缺心眼是怎么回事? 那可是蓝氏宗主,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纷纷, 魏无羡和蓝望姬成婚一世, 可算是板上钉钉了。 蓝望姬开始光明正大的往怡陵乱藏岗跑, 甚至于, 他可以毫无阻拦地出入乱藏岗, 有好事者见蓝望姬可以自由出入乱藏岗结界, 自己也跑过去, 结果当然是被拦在外面。 你听说了吗? 仪陵老祖和韩光君定亲之后, 老祖甚至专门给了韩光君乱藏岗结界的通行口诀, 哈哈, 这不正说明两位感情好。 魏无羡某日心血来潮, 和蓝望姬出门转悠, 竟然有世家弟子认出蓝望姬, 在看一旁一身黑衣的魏无羡, 顿时反应过来, 韩光君, 老祖, 魏无羡十分开心地回应, 啊, 你们下山来夜列啊, 嗯嗯, 是啊, 一名蓝氏弟子, 看看魏无羡, 老祖, 你现在还需要以身镇压乱藏岗怨气吗? 魏无羡摇摇头又点点头, 还需要的, 不过一月可以有那么几天不用镇压, 出来晃有一圈。 蓝望姬看看围在魏无羡周遭的弟子, 眉头不觉地皱了一皱, 周身气息一冷, 围在周遭的弟子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 离蓝望姬越来越远。 魏无羡那边倒是十分热闹, 蓝氏弟子十分崇拜地看着魏无羡, 老祖, 您和韩光君是出来逛吗? 魏无羡点点头, 嗯, 之前和我家那位结拜兄弟约了, 去清禾转一圈, 顺便去云深不知处, 拜见蓝先生, 再采购点东西, 回乱葬岗。 文言, 清禾涅氏弟子也十分不知, 高兴, 三公子要回清禾。 正好, 宗主和二公子一直念叨您呢。 魏无羡嘿嘿两声, 我那兄弟最近还被大哥逼着练刀吗? 最近宗主和二公子练刀少多了, 而且, 有情医师帮忙调理身体, 宗主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魏无羡笑笑, 哈哈, 大哥是害怕我情结的银针吧? 有性子活泼的弟子跟魏无羡开玩笑, 老祖你怕不怕情医师的银针啊? 我听情医师说, 他之前都是帮你调养身子, 魏无羡打了个寒战, 咱们聊天啊, 不要提及温情的银针那么凶残的东西啊。 众弟子都笑起来, 被围在中间的魏无羡笑得声音十分的大。 蓝忘机看着被众世家弟子簇拥在中间的魏无羡,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 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云深不知处听学之时。 蓝忘机脸上也出现一丝清浅的笑意, 被众弟子围着的魏无羡眼间, 发现了他的笑容, 顿时十分惊喜地跑过来, 蓝战, 蓝忘机笑着看魏无羡, 魏英, 咱们得快点了, 魏无羡点点头, 对着那一众世家子弟挥挥手, 我的时间不多, 就不跟你们聊了, 先回清河了, 那一帮子弟子们也跟魏无羡两人挥手, 韩光君, 老祖, 等你们婚期定下, 一定要告诉大家啊, 魏无羡道, 一定, 一定, 到时候, 给你们单独摆几桌, 清河, 魏无羡和蓝忘机刚一进城, 便有镊氏弟子迎上来, 公子回来了, 这次待几日啊, 韩光君也陪公子回来了呀, 魏无羡笑着点点头, 嗯, 这次回来能待五六天呢, 弟子十分开心, 嘿, 二公子肯定可开心了, 此言一出, 话音未落, 就听到不远处一个声音道, 阿线, 众人转身, 就看到刚刚还存在于话语间的聂怀桑, 颠颠地跑过来, 带跑到魏无羡跟前, 这才带着几分控诉道, 阿线, 你前些十日便写信说要来, 我和大哥都等了好几日了, 魏无羡挽着蓝忘机的胳膊, 我和蓝湛一起出门, 肯定是要慢慢游玩一番的呀, 聂怀桑嘖嘖两声, 哼, 定亲了可真了不起啊, 有能奈你俩明日变成亲啊, 此言一出, 一旁的蓝忘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魏无羡连忙制止他, 蓝湛, 不可, 又看聂怀桑, 二哥你竟胡说, 哪家的成婚是今天定亲明日便成婚的, 聂怀桑呵呵笑了笑, 快走吧, 家里房间都给你俩收拾好了, 魏无羡笑得开怀, 哎呀我, 可真幸福啊, 走到哪里, 都有人为我准备好一切, 三人边走边聊, 聂怀桑也笑得开心, 跟魏无羡分享世家八卦, 阿县你听说了没, 蓝灵金氏私下练着傀儡, 还设了练尸场, 魏无羡愣了愣, 啊, 金光扇和金光瑶已经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聂怀桑, 魏兄你早知道他们在练尸, 魏无羡摆摆手, 哈, 要不是想练傀儡, 金光扇一家子干嘛一直咬着我的鹰虎符不放, 还不是当时摄日之争, 看到了鬼道的威力, 又反应过来, 不对, 按着金光扇和金光瑶的谨慎, 不应该这么轻易就爆发呀, 聂怀桑边走边说, 他们在谨慎, 练尸场的材料不够, 金氏弟子也是要抓人填补的呀, 魏无羡闻贤歌之雅意, 所以, 他们踢到哪块铁板了? 聂怀桑看着蓝望鸡偷笑了两声, 负责那个炼尸场的金氏弟子眼神不好, 将下山游历的泽吾君给抓进了炼尸场, 这不, 前些日子, 泽吾君亲上金灵台, 大哥也一起去了, 两人与脸方尊哥跑断翼, 揭发蓝灵金氏恶行, 魏无羡看了看面吴波兰的蓝望鸡, 蓝战, 这个, 是真的吗? 蓝望鸡点点头, 是前些日子你闭关时的消息, 聂怀桑八卦性味更浓, 阿县你不知道, 当时泽吾君一身杀气, 拎着薛扬上了金灵台, 正巧金灵台办喜事, 魏无羡打断聂怀桑, 金灵台这喜事办的也太密了点吧, 我记得金灵台那位小公子百日宴过去, 也没太长时间啊, 又是什么喜事, 难不成是金宗主老来得子, 聂怀桑摇摇头, 阿县你想哪儿去了, 是金室少宗主曲平妻, 魏无羡瞪大眼睛, 这, 江小姐嫁入蓝灵金室才多长时间, 况且, 这曲平妻, 真是在将云梦江氏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啊, 那江城, 江宗主就没有什么动作吗? 聂怀桑推开大门, 怎么没动作, 江宗主当日便拎着紫殿和三读上了金灵台, 这不, 正巧赶上泽吾君也上了金灵台, 事情就闹大了, 魏无羡和蓝旺基也进了门, 聂明爵早已等在院中, 阿县和旺基回来了, 快来, 饭也正好好了, 魏无羡和蓝旺基对着聂明爵行了一礼, 大哥, 我回来了, 聂明爵也笑得开怀, 快来吃饭, 走了一路, 饿了吧, 特意让厨房背了你和旺基喜欢的, 魏无羡点点头, 嗯嗯, 谢谢大哥这么想着我, 等众人开开心心吃完饭, 魏无羡这才想起来之前的八卦, 大哥, 我听二哥说, 蓝灵金是私舍炼尸场, 鲁活人炼制傀儡, 此事可是真, 灭明爵皱眉, 却有此事, 而且, 西尘出了炼尸场便传信于我, 我们一起上了金灵台, 七出那金光扇和金光瑶还百般推诿, 直到西尘将所有证据都摆出来, 这才认了罪, 魏无羡睁大眼睛, 那最后怎么定了罪, 聂明爵摆摆手, 金光扇和金光瑶两父子互相推诿, 最终判定金光扇废除修为, 金光瑶封了经脉, 求于不夜天, 魏无羡十分不解, 可我记得, 不夜天, 聂明爵点点头, 是的, 就是曾经的地火殿, 魏无羡扎扎嘴, 这可真是, 人生无常, 当年金光瑶还未认祖归宗时, 曾在温若寒身边随逝, 那地火殿, 他也有不少功劳, 哪曾想如今, 倒是他自己被关进了那囚笼, 又想起什么, 那现在兰陵金氏是谁做主啊? 聂怀桑在一旁开口, 金灵台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金光扇和金光瑶整出这么大的事, 金氏长老都反对金子轩继任, 又不乏想要奋一杯羹的人, 反正现在可乱了, 估计说不准会分家吧, 魏无羡捏着糕点啃了一口, 哦, 那金子轩应该会挺难的, 不过他有僵尸的支持, 倒也不是无路可走, 蓝忘机递给魏无羡一杯茶, 魏英, 慢点吃, 聂怀桑在一旁看得眼热, 怎么可能, 我听到消息, 江小姐要和金子轩合离了, 魏无羡瞪大眼睛, 啊, 为什么呀? 我记得江小姐当时可喜欢金少宗主了, 当年金少宗主将他贬至尘埃, 后来他还是嫁给了金子轩啊, 何况, 他们孩子不是都有了, 灭怀桑摇摇头, 阿县, 你还记得不, 我跟你说过, 择吴君上金灵台的时候, 金子轩正在取平妻, 还是大半, 江宗主亲上金灵台, 接了自家长姐和外甥, 回了云梦, 没几日便烧去了一封和离书, 魏无羡张大嘴巴, 蓝忘机给他塞了一块糕点, 放下茶杯道, 明哲宝身为上, 江宗主此举, 十分明智, 魏无羡也跟着点点头, 蓝令金氏因着炼尸场一事一落千丈, 再也没人盯着魏无羡的鹰虎扶不放, 魏无羡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江城倒是听说网乱藏岗走了几趟, 但因着结界, 也只能灰溜溜回去了, 据说最近正在为自家长姐物色二嫁人选, 魏无羡倒是跟着蓝忘机甜甜蜜蜜, 这儿待两天, 那儿晚几日, 最后再装模作样回乱藏岗待上一些时日, 后来, 姑苏蓝氏和清和涅氏终于定下了两人的婚期, 热热闹闹地办了婚礼, 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幸福着, 魏无羡和蓝忘机定下婚约之后, 便甜甜蜜蜜地黏在一起, 那骨子黏糊尽, 让懵懂无知的温宁都感觉到了自己的多余, 于是, 某一日清晨, 温情打开衣馆大门时, 就看到自家老实的弟弟顶着一头的露水, 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 见到了他之后, 干巴巴地来了一句, 姐姐, 温情瞪大眼睛, 看了看温宁身后, 阿宁, 你一个人来的, 魏无羡呢, 温宁点点头, 姐姐, 公子, 这些时日一直和, 韩光君在一起, 我总觉得, 自己有些多余, 公子, 就让我来寻你, 给你帮忙, 温情点点头, 嗯, 魏无羡最近有好好吃药吗? 温宁继续点头, 嗯, 有, 韩光君, 公子, 吃药, 很暗时, 温情松了口气, 那就行, 不然, 就他那身体, 再不好好调养, 保不齐成婚没几年, 韩光君就要变官夫了, 虽然姑苏兰是盛产官夫, 但这种事, 向来遗迟不宜早, 又向温宁确认, 我没错吧, 韩光君应该是变官夫, 而不是守寡吧, 温宁挠挠头, 跟着温情走进医馆, 帮温情整理药材, 姐姐, 这, 两个, 有什么, 区别吗? 公子和韩光君, 不是指合集结道, 不谈嫁娶吗? 温情也摇摇头, 没有, 是我这香了, 擦了擦药柜, 既然来了, 那帮我把药磨了, 等会我接诊开方子, 你帮我抓药, 温宁犹豫了一会, 可是, 我, 这样子, 没关系吗? 温情头也不抬, 没事, 要有人问你怎么了, 我就说, 你是天生的白子, 温宁张大嘴巴, 对着自家彪悍的姐姐道, 好, 好, 魏无羡和蓝忘机婚礼前三日, 魏无羡被温情和聂怀桑, 合力拉下了乱葬岗, 塞进了清和聂氏她的院子里, 蓝忘机也被蓝起人派了弟子, 拉回了云深不知处, 韩光君就三日不见而已, 而且还要算上今日, 后天您便能将为公子抱回静氏了, 中间就隔了一天而已啊, 你大可不必这般恋恋不舍啊, 听我过来人一句劝, 快点回去吧, 接下来, 有的忙了, 蓝忘机转头看向这个话多的弟子, 十分诧异, 自己对于云深不知处的了解还不彻底, 云深不知处, 竟然还有这般活泼的弟子, 他带着几分笑意看向对方, 多谢提醒, 你和魏英一定相处很好。 那位弟子十分惊奇于, 蓝忘机竟然还会搭理他这般人物, 愣了愣, 笑着道, 哈哈, 我也听说了魏公子的性格, 我们俩肯定合得来。 蓝忘机点点头, 跟着众弟子回了云深不知处, 全身心投入接下来的节道大典准备之中。 所以, 在蓝溪尘拖着自己疲惫的身躯, 回到云深不知处的时候, 就看到自家高冷的弟弟正兴高采烈地试着衣服, 一旁的一位弟子还在喋喋不休。 这件是行礼的时候穿的, 魏公子的是跟您同样款式的, 不过纹饰有所不同, 您的这件是卷云纹, 魏公子那件绣的是瘦头纹, 因为公子的要求还加上了陈情上的花纹。 试完这件, 还有敬酒时的礼服, 还有, 等会要去再次确认宴席上的菜品, 以及大典当天的流程。 蓝细尘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蓝旺姬满面愉悦地脱衣穿衣, 半赏, 这才憋出一句, 旺, 旺姬, 恭喜你啊, 要和魏公子成婚了。 蓝旺姬转身, 看着满面疲惫的蓝细尘, 兄长, 你回来了。 蓝细尘抹了把脸, 啊, 是, 我回来了。 与蓝旺姬的忙碌不同, 魏无限则是 战战兢兢坐在院中, 身着手由温情细细拔脉, 大气都不敢出, 半赏, 温情收回手, 淡淡地来了一句, 看来, 韩光君真是实力不俗。 魏无限瞪大了眼睛, 有点想不通温情这句话的意思。 一旁的聂怀桑, 却是露出一副苗董的神情, 见聂怀桑表情意味深长, 魏无限也反应过来, 顿时红了脸看向两人, 温情倒是一脸烦躁地对两人道, 想什么呢? 我是说, 蓝旺姬照顾人的能力不错, 将魏无限身体照顾得挺好。 聂怀桑连忙扇了两下扇子, 哈哈, 哈哈, 是我想多了, 温情收起药箱, 拿出银针, 来吧, 这段时间要吃得不错, 还需要加以针灸辅助。 见温情拿出银针, 魏无限兔子一样, 从椅子上弹起来, 却被温情眼疾手快地扎了一针, 紧接着便是一阵惨叫, 温情, 我明日成婚啊, 你今天还这样扎我? 我要告诉蓝旺, 温情十分淡定地回道, 嗯, 你放心, 不会耽误你明天动防花烛的。 我想, 说着手下稳稳扎了一根银针, 韩光君应该也没有什么意见, 聂怀桑摇摇扇子, 那个, 温医师, 未凶现在的身体。 温情点点头, 恢复得不错, 比之前的状况好太多了。 再这样调养下去, 身体说不准恢复到摄日之争之前的水平。 魏无羡的眼睛瞬间亮起来, 一旁的聂怀桑也不由自主地停止扇扇子。 温情加了一句, 前提是, 你要好好休养。 魏无羡顿时点头频率与小鸡啄米不相上下。 截到大典那日, 云梦江氏和蓝陵金氏 也来任参加, 也不知是谁坏心眼。 江云梦江氏和蓝陵金氏的座位安排在了相邻的两桌。 魏无羡跟蓝望鸡手牵手走进来的时候, 看到江城和金子轩并排挨着坐着。 两人脸色是一样的不好看, 但又不好当众翻脸, 只能强忍着想要跟对方干起来的冲动, 安安稳稳地坐在一侧。 虽然后来听说, 两位刚离开云深不知处扇门便扭打在一处, 双双负伤被弟子抬回了家中, 卧床休养了半月有余。 不过这些都和魏无羡没什么关系, 在节道后没几日, 魏无羡便拐着蓝望鸡离开云深不知处四处游历, 顺便叶列, 两人首先走的, 便是魏无羡第一回压标的那一趟路。 蓝望鸡熟门熟路地带着魏无羡一路便往关中的方向走去, 魏无羡带着几分疑惑拉住他。 蓝湛,你怎么知道这条路的呀? 蓝望鸡认真地看他, 魏英,当年, 我是跟着你们走的。 魏无羡瞪大了眼睛, 怪不得。 我就说, 那时候标头还说呢, 那是他压标最轻松的一回, 都没什么邪碎, 连沿途打劫的山贼都没有。 又笑得十分鸡贼, 原来, 高冷如寒光君, 也会有这般俗人之举呀。 蓝望鸡看向魏无羡, 柔和了眉眼, 魏英, 我活在这尘世中, 七情六欲, 悲欢喜怒, 这些, 我都有, 归根结底, 我也不过, 凡夫俗子一鸣, 人间烟火, 招募与君, 便是蓝望鸡所求。 你也会有帮助, 我费了, 我费了, 对,